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六年前和一个男孩荒唐一夜后 我缓了好几天 拉黑了他 六年后 他摇身一变成了我公司总裁 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除我妈 求着让我买东西上门道歉 可刚到他家 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傻了 看闻没有结局 终将困其一生 小枫提醒你 本篇全文一更到底 制作不易 还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了 下面证文开始被开除的第一天 我在家躺了一天 男朋友从我妈那得知了我被开除的事 风风火火跑过来买了东西 让我去赔礼道歉 陶陶你知道的 我舅舅费了很大劲 才帮你找了这个工作 你被开除了 我不好向家里人交代 我有些郁闷 我妈也给我打电话 问我需不需要她去跟何燕妈妈说说 毕竟多年以前 咱们是邻居 虽然他们家现在是飞黄腾达了 可再怎么说也有些交情吧 男朋友和老妈的轮番劝说 让我觉得好像不去挽回这份工作 我就是千古罪人 最后我还是去了何燕家 死党何欢给我开的门 我一进门就看到了挂在他们家墙上的那几幅字画 听何欢说过好几百万 我想着自己家挂着的十字绣花了一千多 我妈都心疼了好久 我终于意识到我和她的差距了 我和何欢 还有何燕一起长大 那时候 他们俩住在爷爷家 和我家成了邻居 他妈妈也每个暑假来住一阵 小时候 我们三个人整天在一起瞎闹 何欢一直跟我很好 即使我们上大学 分开了 也经常会跟我打电话 何燕从小就不喜欢我 我高中时学着别人早恋 但拜他所赐一次都没成功 还屡屡被我爸妈男女混合双打 我心里有气 终于在毕业之后忍无可忍 趁着大一的第一个寒假 狠狠地教训了他一夜 对不起 早恋不好 我是为你好 我又记得当时他红着眼哭哭啼啼地承认错误 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在他那个小卧室 他扯着被子哭了一夜 我发誓 当时我确实是打算实打实地教训他一顿的 只不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亲他八他 事态有些不受控制 我不得不承认 他从里到外都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男孩子 我一时鬼迷了心窍就做了不该做的事也许是欺负得过于狠了后来假期回家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再见面就是在前天公司为了欢迎空降的大领导举办的会上了他从我身边路过的时候我认出了他但他好像没认出我我还在窃喜结果新冠上任三把火第一把就是烧了我他真记忧了我我还没看见过他 我来到他家他妈妈看到我提了一大包礼物过来了温柔的斥责 我又不是外人怎么还拿东西来 阿姨很久没来看你们了我给爷爷奶奶买的我站在原地默默头 真有心爷爷奶奶出去旅游了我晚上视频跟他们说你来了他们肯定很高兴多少年没见到你了 话说回来自从他爷爷奶奶也搬走后我的确很多年没见过他们了 你弟呢?快去跟他说 桃桃来了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肯定有很多话聊阿姨招呼我去客厅做 何欢来了一句他们早见过面了何燕真不给面子还把他给开了 嗯气氛一下子凝结到冰点 阿姨看看何欢又看看我像是猜到了我来的目的 真不懂事 你让他下来 我说他阿姨其实也怪我自己有个数据报表弄错了 所以我其实很尴尬 但又觉得阿姨这样偏袒我 我挺不好意思的 正在这时 头顶出现了一个声音 你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那还跑来 我一抬头就看到何燕一身休闲装 双手插带 懒懒地从二楼下来 怎么说话呢? 你这孩子 即使阿姨骂着他 我心里却不好受 有求于人真是人生最糟糕的体验 公司不养闲人 他谈话间已经来到我跟前 不做任何停留 斜瞟了一眼我 就到沙发那边懒洋洋地坐下 弟 你太不尽人情了 不过是一个报表 弄错了 也不至于开除淘淘吧 况且大家都认识何欢 也看不下去了 过来拉着我帮我说话 他抬头望了何欢一眼 又笑着收回目光 一个整天就知道花钱买包的人 知道什么是工作吗? 何欢背对得满脸通红 只好向阿姨控诉 妈 你看他有什么话好好说 阿姨瞪了他一眼 又过来拉我的手 我站在那里 看着一场由我引发的战争 尴尬的脚趾抠地 我后悔了 我不该来这 就算以后捡垃圾也好 要饭也好 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待下去了 阿姨 我其实就是来看看您 我想起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我尽量面带微笑 不让自己显得太过狼狈 把东西带走吧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吃不得甜的 他语气冰冷 关上门那一刻 我感叹了一句 他变了 变得我好像不认识他了 我觉得我真是到了八辈子血霉去挽回工作 碰了一鼻子灰 回来的路上还下了瓢泼大雨 被林承诺烫鸡的我回家就病了三天三夜 等我终于熬过来 打开手机就发现几十个未接电话 同事通知我 公司要对我追责 因为我的失误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我不止拿不到工资 还要赔偿公司两万元 以前也有人弄错 都是开会说一下就行了 你这次真是撞在大领导的枪口上了 同事对我表示同情 新来的领导看起来温文尔雅 对人也挺客气 没想到是个这么冷酷的人 太吓人了 他见谁都面带微笑 那天有同事晕倒了 他主动给人放了假 还让助理买东西去慰问 是啊 那天他助理把咖啡打翻 在他衣服上 他都笑着说没事 他怎么会对你这样 我在群里沉默了 我才明白他哪里是冷血无情 他只是讨厌我 工资没有了不要紧 赔偿金我是真的没有 我的钱都在男朋友周纳管着 他是去年相亲认识的 比我大三岁 为人踏实 用我妈的话来说很适合结婚 一谈恋爱他就说我管不住自己 所以帮我管着钱丢了工作 我很不想面对他 如果再告诉他需要赔钱 他又不知道会怎样教育我一番 考虑了一晚上 我还是向何欢索要了何燕的微信 但我加了他微信 但他一直没有通过 没办法 我只好去他家楼下赌他 在他家车库口站了几小时 终于看见了他那辆兵力 我走上前去拦住他 他坐在后排慢慢摇下窗户 我一眼就看到他怀里坐着个网红脸 我一愣 原来他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 我尴尬得别开眼 一出来下 我有事跟你说 就在这说 他语气冰冷 让我当着别人的面向他求情 让他别追 要赔偿金 他是故意给我难堪 我握了握拳头 咬着唇不说话 现在的小姑娘真是没皮没脸的 还追到家里来了 他怀里的女人对着我冷嘲热讽 我一瞬间头皮发麻 何燕 赔偿金我真没有 你能跟人事不说说吗 看在我们以前的交情上 哦 我们有什么交情 他语气里多了几分玩味 微微仰头看着我 我想了半天 我和他的确没什么交情 从小到大 他都不喜欢我 要真说起来 算得上交情的也只有那晚的意乱情谜 只是听何欢说 他后来换了无数个女朋友 妥妥地渣男一个 那短短的一夜 他怕是早就忘了 我心里叹了一口气 工作三年 你不会两万块都拿不出来吧 他笑着问我 我感觉更多的是嘲讽 我心里一阵苦涩 真是同人不同命 他出国赌金回来 年薪几百万 而我一个月几千块 还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我再次觉得 那一夜过后 拉黑他是对的 就我们俩这种天差地别的处境 我要是还跟他联系 我就是自取其辱 我工资都被我男朋友管着 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一瞬间他眼神就暗下来 乖下去 网红脸一言开了门 但还在犹豫下去 这一次 他的语气冰冷到了极致 那女生不敢再犹豫 拿了包踩着小高跟 就退到了一边 晚了 他心情不好 估计跟我也是谈不成了 我正要走 身后传来一句 上车 我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不是要跟我谈交情 他反问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有点怕他 但为了钱 我还是上了车 我刚上车 车子就掉头改了方向 我也不知道 他带我去 不敢说话 他也不说话 气氛很尴尬 何燕 我试探着叫了他一声 他并不看我 我觉得他好像没那么生气了 那个报表 我是有错 但以前有人犯错 也没有受到我这么重的惩罚 我看他态度那么老 不知道如何辩解 因为很多人都犯过同样的错误 所以就不是错误了吗 他语气平淡 反问我 我噎住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还帮您跟那些欺负你的人打过架 虽然你后来走了 大家没了联系 但你也不要太我 说着说着 觉得自己过于卑微 便说不下去了 再加上他没有什么反应 我更是觉得窘迫到了极点 他过了好一会 突然哑着嗓子来了一句 到底是谁走了 我 你说什么 他侧过脸看我一眼 叹了一口气 赔偿金可以减少 回来上班换个岗位 我愣在那里 但是他既然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再提什么要求好 我滴滴地应道 你男朋友 他对你好吗 他莫名其妙来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 听他这样问 我突然没了答案 心中感触良多 他对我好吗 他工作稳定 成熟稳重 把我的大小事都安排得很妥当 我父母也喜欢他 挺好的 我父母很喜欢他 我尽量轻松地说出这件事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样问 我觉得怪怪的 你们会结婚吗 他又问 再准备了 到时候请你吃喜糖 我感觉跟他关系 好像缓和了一些 大胆地跟他拉近关系 下车 他没有回答我 而是头往后痒 一身疲惫的样子 我有些猛 往窗外看 发现车子停在我家小区 谢谢 我下车之后感谢他 结果我的话还没说完 车就开走了 真没礼貌 我一转身就看到了周周 我看到你从一辆宾历下来 他直白地问我 虽然他脸上带着笑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像做了错事 那是我老板的车 我说完又觉得这样说好像不太对 又补充到是认识的人 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他愣了一会儿 换了笑容 伸手过来拉我 我没有来的躲了一下 他脸色有些僵 没听你提过我 只好主动伸手拉他 没什么好说的 他就是刚刚空降来的老板 就是他开除的我 他定在那里不动了 那你以前得罪他了 也不算吧 他好像不太喜欢我 所以我看到他像是松了一口气 又像是想到什么 皱了皱眉 那你去求他了 他问 想到这儿我就情绪低落 他答应了 他又兴奋地问 他捏了捏我的手 这下算是完全松了一口气 陶陶 乖 你做得对 人总是要低头的 他既然跟你认识 你以后多说点好话 男人总是要看几分情面的 说不定你还有往上走的可能 我看着他一脸开心的样子 不理解他开心的点在哪里 是我跟老板认识 还是我有可能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 我胸口闷闷的 也不知道到底哪里不舒服 大概是我知道何彦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同情别人的人 周周在我的出租屋里给我做了饭 吃完饭 我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走过来搂着我 然后亲我 亲到他自己喘不过 他终于放开我 压着嗓子问我 陶陶 我真想快点跟你结婚喽 我没什么感觉 那就提前吧 你决定就好 可是我最近好忙 他眼神迷离看着我结婚 酒店都订好了 时间不好改 还是年底吧 我应了一声 他留恋地在我脖子上亲了亲 最后放开我去换了鞋 临走前嘱咐我晚上记得关窗 还有检查天然气 有事给他打电话 我都说好 他很细心很温柔 考虑周全 跟他在一起 我好像也不需要动什么脑子 我苦笑 为什么每一次他来我家走的时候 我都觉得松了一口气 他是很正派的人 我甚至怀疑如果他发现我不是第一次 会有多震惊 外面又开始下雨 电视里我一个字都看不下去 反而不可抑制地想到了和何燕那晚 那年我十九岁 他比我小了几天 你是不是讨厌我 我逼问他 我讨厌你整天跟男生混在一起 他盯着我 怎么觉得我是坏女孩 我压在他身上 抓着他的衣领 嗯 他声音低到不能再低 整张脸红得不像样子 那坏女孩现在要亲你一下 你怕不怕 我当时就想着这小子油盐不尽 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 看到他吓到的表情 我知道他怕了 然后我就亲了他 他的脸香香软软的 像果冻 我没忍住又多亲了一下 初吻就是这种感觉吗 等我抬头发现他眼睛竟然红了 姜桃 你起来我有点难受 他说完 眼泪就掉了下来 哪里难受 我不懂 他红着眼瞪着我 你还是不是女孩子 后来我们两个人怎么就发展到了那一步 我觉得都是造物主的错 不怪我 最后他流着泪问我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他可怜的模样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教训你以后听话点 他一下子火了 让我滚 滚就滚 我真滚了 后来我在家缓了几天 本来想着微信找他问问情况 也算是事后安抚 结果何欢告诉我他弟弟要去留学了 后天的机票 我弟去了美国 大概是不会回来了 我爸妈都去那边给他买了房子 他好像也很喜欢那边 都是一个妈生的 他怎么那么有出息 我还活得云里雾里 后来何欢又说了什么 我都没听进去了 叶卓手里的手机 犹豫了好久 还是把编辑好的信息删了 最后在他出发 那天我给他发了一条 祝你一路顺风 他没回我 我就拉黑了他 我也不知道 跟他这算什么 大概就是青春萌动下的 荷尔蒙错乱吧 后来他的消息 我都是听何欢说的 听说他女朋友 换得琴 听说他学业有成 听说他在美国那边工作 也很厉害 渐渐地 我就不去打听了 关我什么事 想到这些我心里有些闷 第二天人事不通知 我可以回去上班了 我的职位降了一级 从原来的策划部的组员 降成了宣传部的资料管理员 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文件 打印整理 端茶递水 打扫卫生 我累得直不起腰 心想何彦也真是够狠的 他现在不要我钱了 该要我命了 因为业务不熟 资料繁多 我开始早出晚归 永远是最后走的那一个回去的晚舟来找我的时候 我大多都不在 他干脆也就不来了 我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我本身不太会做饭 现在好了 一天三顿都是外卖了 加完班回去的路上 我突然收到周周的微信 这个月工资怎么没发给我 这一刻我突然就很想哭 忘了我回他怎么了 他问我 我突然觉得烦 干脆将所有钱转给他 没有再回信息 滔滔 房子我都看好了 等年底结了婚 我们俩的钱就可以去付首付了 以后我就方便照顾你了 我看着微信 不知道该哭还是笑 你决定就好 我不想再回了 我妈打电话给我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 工作这么忙吗 加了会儿班 我声音有些哽咽 身体要紧 要不妈妈去找找和燕妈 问问你之前的工作 也不这样啊 现在给你安排的工作 怎么这么累 妈 我叫祝她 这样不好 我妈又嘱咐我养好身子 争取结婚后早点生个小孩 我叹了一口气 挂完电话 我坐在路边 感觉自己像一头驴 被生活即将有的家庭牵着鼻子走 找不到出口 想着想着我就哭了 不知道多久 只听到有人在一直按喇叭 我抬头 泪眼朦胧中 就看到了那辆宾利 吓得我赶紧擦了眼泪才下班 和燕的目光上下打亮着我 让我很不自在 我扯出一个笑容 你也才忙完 她又看了我一眼 示意我上车送你回去 不了 我拒绝 我想一个人走 她叹了一口气 从车上下来 把另一侧车门拉开 还嫌不够晚 还想走 她都这样了 我好像不得不上车了 我坐在她旁边 没有看她不满意 我给你安排的工作 她盯着我的眼睛 大概是猜到我哭过了 语气虽然冷 但不像之前那么凶了 我没说话 她这是明知故问 没有人被降级之后 还能说非常满意的 我又不是傻子 八千块和六千块 喜欢哪一个小孩子 也分得清 觉得累 觉得内容重复和繁琐 那和你之前在策划部被人说靠关系进来毫无实力就是个摆设比起来 你更喜欢哪一个 她问的一针见血 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 我就像一只溺水的猫 大气都不敢喘 因为她说的都是事实 我低下头 咬住嘴唇 怕自己哭出来太狼狈 吸了一口气 问她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她顿了一下 放缓了语气 当花瓶有什么不好 能心安理得 当个花瓶也是本事 重新开始吧 我在美国读书 帮导师整理了三年资料 那也是我收获最多的三年 我自己咯噔一下 像是几年以来的迷茫 都被人拨开了 她看了我一眼 叹了一口气 从车里的储蓄罐里 拿出一颗糖 问我要吃糖吗 我伸手接过来 是薄荷糖 心里一惊 她不是最讨厌薄荷的味道 后来一想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 人的口味总是会变的 到了住的地方 我提前让她放我下来 这么晚被她送回来 要是被人看见就不好了 你一个人可以吗 她往小区那边看了一眼 我顺着目光看过去 有点黑 我以前是有些怕黑 习惯了 我朝她笑笑 并给她道谢 你男朋友不来接你 她皱着眉头 语气里像是有些情绪 爸 我和她没住一起 说完我就有些后悔 跟她说这个干什么 她愣了一下 整个脸看起来情绪缓和了一些 再见 我给她挥挥手 她没再说话 只是她的车停在那里 一直没走 前灯一直等到我走到了小区门口 才熄灭 我心里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 稍纵即逝 结果一回到家 发现家里灯亮着 我一惊就看到周在客厅给我打扫卫生 你怎么来了 我忘了望墙上的时钟 已经晚上十点了 以往这个时候 她早走了 你妈妈说你最近加班晚 担心你 我决定搬过来跟你住一阵 顺便照顾你 她笑着说 她说得那么轻松 我却吓了一跳 然后我就看到了客厅多了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有些头皮发麻 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跟你妈妈商量了 她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反正我们迟早也要住到一起的 她顿了一下 怎么 太惊喜了吗 我 我是太惊吓了 心里有些闷 我走到自己房间 发现房间也多了很多她的东西 梳妆台也被她收拾了 我连自己的东西都找不到了 我觉得我心里有什么快要爆发了 忍着脾气 我告诉自己 她这样要求也很正常 我拿着衣服去浴室洗澡 结果大姨妈来了 我连卫生棉都找不到在哪里 周周 你动了我的东西吗 我低声问她 嗯 你摆得太乱了 以后一起生活 东西放哪儿 我都给你规划好 我也有我的摆放习惯 我尽量忍着脾气 你给我挪了地方 我找不到要用的东西了 那你问我 我帮你找 我没再说话 闷声闷气地洗完澡 穿好衣服 准备跟她好好谈一谈 周周 以后你做什么 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 她停下手中的工作 笑着问 你不高兴我搬过来吗 这件事 我和你妈都觉得挺好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我咬着牙不说话 最后也不知道那根神经触发了我 突然就来了剧 你什么都跟我妈商量 不尊重我的意见 你怎么不跟我妈结婚 她愣住了 桃桃 你今天怎么了 你以前不这样的 我想笑 我以前不这样 我以前是怎样 你们有人关注过吗 你们总是用所谓的为我好来安排我 我就必须听从你们的安排 因为你们比我成熟 比我有脑子 桃桃 她过来拉我的手 我们是要结婚的 你听我的 不是应该的吗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跟她在一起时会感到窒息了 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所有的事都得为着结婚而考虑 什么都考虑到了 唯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感受 那我们不结婚不就行了 我甩开她的手 我受够了 你今天有点无理取闹 她脸色一下就变得严厉起来 你不会想跟我分手吧 我们都见过双方家长了 酒店也订好了 所有亲朋好友都通知了 你又是用这一条压我 我好累 我们暂时分开一阵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回了房间 把门反锁了 躺在床上 我一直在想 我为什么会陷入到现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困境 她说的对 每一次我对她有不满 每一次我想提出分开 她都会用现实给我一击一段 已经在长辈亲朋好友面前确定的关系 想要改变 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不敢想象一段在她们看来板上钉钉的美好婚姻被我毁掉 她们会怎么看我 说我傻 说我任性 我想到以前敢爱敢恨的自己 可是步入社会后 经历了爱情事业的双重毒打 我早就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第二天一早 她就将自己东西搬走了 过了一夜 我又觉得自己似乎有点过了 给她发信息 她没有回 我们陷入了冷战 接下来 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决定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跟着以前做资料管理的同事取经 闭了很多坑 学着拒绝同事 让我帮他们端茶避水的请求 发现工作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好多 晚上加班 我在公司碰到过几次和宴 但我一次都没有再坐过她的车 我不想让人误会 特别是听同事说我原来的职位 她安排了一个新招的女同事 传闻那个女同事是她的新女朋友 我就更没有接近她的理由了 结果有一天我领导休假 让我赶一份资料给何彦送去 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了她 等她签字是个漫长的过程 我从晚上八点等到九点她才看完 急着回去 她明明低头看文件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抓到我在看手机 我有些窘 没有 你慢慢看 刚说完我的肚子就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 尴尬 她愣了一下 终于停下了看文件 抬头看我没吃饭 她又问没吃 我为了这份文件忙了一天 根本没来得及吃晚饭 我不饿 走吧 她合上文件 拎起衣服 那文件我领导让我务必让她今晚签字 因为她明天要飞去国外开会 我待会回来看 明早让助理给你 行 我不好再说什么 跟着她下楼 电梯里 我内心忐忑 想着怎么拒绝 跟她一起走 甚至一起吃饭 怕我头顶悠悠地来了句没有 那还隔我这么远 她细谑地看着我 我犹豫着 只好朝她又进了一步 想吃什么 她又问我回家吃饭 我莫名觉得这关系有些暧昧 我有男朋友 她有女朋友 两个人这么晚 一起吃饭似乎有些不妥 她双手插兜 仰着头 用余光挑着我 难难道 现在知道跟我保持距离了呀 我反应过来 尴尬得不知怎么接话 不是家里有饭 出去吃多浪费 我笑着打 哈哈 哦 她又看了我一眼 想邀请我去你家不是不方便 我连忙拒绝 你男朋友在家 她平静地问我愣住了 不在那有什么不方便的 她笑着问我 六年过去 她都已经这么放得开了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她会反过来 嘲笑我的拘谨 还是她又用她那双 桃花眼去着我 你觉得时隔这么多年 我还会对你感兴趣 高攀不起 我内心忍不住 酸涩了一下 家里只有速冻饺子 只要你不嫌弃 她愣了几秒 没回答 我只是突然叹了一口气 开了车门 走吧 我只好跟了上去 一路上我有些忐忑 主要是不明白 她如今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于尊将柜去我家吃饭 我想起了她刚才说的 对我没兴趣 脑袋有些闷 但没有想象中难过 就像是曾经奢望过 但是没钱买的东西 很多年 过去我还是没钱买 但我认清了现实 也就不奢求了 她专注地开着车 我偶尔转头 就能看到她侧脸的轮廓 我想起六年前 她刚走那会儿 我还是抑制不住地 去她爷爷家的院子周围打转 又不好意思打听她的消息 就这样揣着心事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有时也幻想 虽然她表面看起来这么凶 实际上会不会也喜欢我 毕竟那一晚 她在耳边哭着问我姐姐 这样会不会对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还是温柔极了 我说会 她就哭得更厉害了 那我们别这样 你是不是男人 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尴尬 我是 但我想在一个适合的时候 当她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不喜欢我 她不想成为我的那个男人罢了 可是最后我们 还是我多少有点见 所以才会在逃跑后 也不敢直接联系她 看够了吗 一道清冷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我这才看见车子停了 而何彦此刻坐在驾驶座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到了 我尴尬地去解安全带 她却突然轻声过来 她的脸隔我只有一厘米距离时 我屏住了呼吸 心脏砰砰直跳 手脚都不知道怎么动作了 我以为她下一秒就要亲上来了 她却伸手打开储物柜 拿出了纸巾扔给我擦擦口水 说完潇洒地开车门下车 我傻在原地 手里捏着纸巾 尴尬地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等我勉强整理好心情下车 她的步子却停在电梯口不动了 里面有味道 她指了指电梯里面的一滩水 我皱了皱眉头 大概是这栋楼里的一只狗 有点老了 有点乱拉 那走楼梯吧 我硬着头皮说 我家在五楼不算高 可是我累了 她一脸嫌弃 那你想怎么办 总不可能我背你上去吧 这可难道我了 我一直知道和烟有洁癖 还很挑剔 那倒不用 你拉着我 她说的一本正经 我缓了几秒 扯出一个尴尬的笑容 何燕 我有男朋友 她不说话了 抿着唇 过了一会儿又变了脸 笑着道 好巧 我也有女朋友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不明白她到底什么意思 吃你一顿饭就这么难吗 她继续说 算了 你用手机电筒在后面帮我照着 我没走过这种狭窄的楼道 我咬咬牙还是照做了 一路上她都走得很慢 我只要没给她照到光 她就会立马停下 这个人真是难伺候 好不容易走到我家 她直接往沙发一坐 就开始玩手机 等着我给她做好端过去 一副大夜模样罢了 我撸起袖子就去了厨房 只想快点煮好给她吃 然后打发她走 刚要煮好的时候 门铃响了 我一惊 仔细一想 只有周周和我妈会来我家 但她们都有钥匙 不能按门铃 况且刚好有一个快递可能到了 所以看到何燕去开门 我也没多惊讶 想着只是快递没关系 然后门开了 我傻眼了 陶陶 这位是周周尽量表现的平静 但嘴角的笑容僵硬无比 我猛了 我后悔了 我后悔带何燕来我家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而我向来处理不好这样的误会 一个老朋友 比起周周的震惊 何燕表现得如此淡定 我看见周周的脸色一瞬间变幻莫测 我就觉得头痛 家里来客人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周周扯出笑容换鞋 拿过我的围裙招呼何燕坐 然后去了厨房 动作一气呵成 俨然一副男主人的风范 何燕终究是过去沙发上坐着 看了我一眼 又看看厨房里周周忙碌的影子 讽刺地笑了笑 麻烦你们夫妻俩给我煮饭了 他明明在笑 说的话却无比之冷 我果然是处理这种事的白痴 也不知道怎么回他 只好去了厨房 怎么突然来了 我尴尬地站在他身边插不上手 来看看你天然气有没有漏气 冰箱是不是插电正常 走的那天我没关阳台的纱窗 怕你不知道有蚊子进来 他念叨了一大片 仿佛在有意回避刚才的问题 是的 他就是这样 把我的家当成他的屋子 一切尽在他的掌控 我很多时候都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 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只傀儡罢了 周周 我要的不是一个男保姆 这些事我会做 你会 他突然提高了嗓子 像是感觉到自己太大声了 又低声道 我觉得还是把这些交给我更稳妥 我叹了一口气 受够了他现在这样故意避开问题 装作毫无影响 然后再某一天秋后算账的样子 你不问他是谁 我问他他正常吗 他不会真的相信 何燕就是一个老朋友 这件事就这么过了 他不是说了吗 你的朋友 他继续咬饺子 仍旧在回避 是的确是我朋友 但你没见过他 你不好奇 我和他的确没什么 他只是来着 我话还没说完 他就打断我 陶陶 我不在乎 他突然严肃地说 你说他是你朋友就是你朋友 只要不影响 我们俩结婚 我都不在乎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 酒店也订好了 家里长辈都见过了 我还邀请了我同事 朋友陶陶 我丢不起这个人 你明白吗 我愣在原地 整个人都傻了 所以 你跟我结婚 只是为了创造一个 让别人都觉得好的大结局 我不可置信地问 要不然呢 我们都不小了 结婚不就是给长辈一个交代 然后大家相互依存着生活吗 那如果我说我没考虑好婚礼不办了 你会怎样 他愣了几秒 皱着眉头 我绝不允许那样的事发生 我站在那里 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直往下落 最后叹了一口气 我苦涩地笑了笑 什么都没再说 我真的佩服周 他后来还真的对和燕笑脸相迎 他将饺子端给燕 又递给我一碗 因为太烫 还帮我用嘴吹了吹 宛若一位合格的丈夫 一顿饭三个人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夹在中间有些难受 何燕表情有些难看 吃了几个就说没胃口 转身就要走 周周还让我送他下楼 何燕身子顿了一下 拎起西装笑得坦然 也没拒绝 我按了电梯 一直把他送到楼下 他一根手指头都没动 看都不看我一眼 走出电梯前 他突然转过身 低头逼是我 千挑万选 你就选了这样一个玩意儿 我愣住 我知道他在说周周 但更多的是讽刺我 何燕 他叫周周 我觉得何燕这句话有些过分了 他却根本不理会 轻哼一声 转身出了电梯 我手指顿在按钮上 最终上了楼 回到楼 上周已经洗了碗 又开始拖地整理 做完这一切 他才终于停下来 看我 淘淘 他走过来抱住我 我身子僵了一下 有些抗拒 我们谈谈 我叹了一口气 他身子撑开一些 看着我 看着我 眼里有我独不懂的情绪 莫等我开口 低头吻上我的唇 周周 是个绅士的人 我认识他这么久以来 牵手接吻他 都很克制 可是这一次 他毫无张法 还强行 拗开我的嘴 我呼吸困难 就想推开他 但他却把我越抱越紧 最后干脆开始动手 周周 你冷静一下 我压着怒气吼他 企图唤醒他的理智 但没用 他得寸进尺 直接把我摁在沙发上 滔滔 我们迟早都会这样 我不想等到结婚了 我今晚就想要你 说完他不顾我的反抗 就来扯我的衣服 我有点被吓到了 可是我不想 我摁住他的手 祈求他冷静一下 你不想他盯着我 目光有些凶狠 因为他是谁 你为什么要带他回家 如果我不在 你们会做什么 是不是现在压着你的人 就变成了他 他冷笑 我听得头皮发麻 还是想着跟他解释 不是因为他 我跟他没关系 是我们自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顿了一下 鼓起勇气说 我觉得我们并不合适 和你待在一起太压抑了 我受不了了 说完他终于停止动作 空气有一瞬间的安静 隔了几秒 他笑着问我 你玩我 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老婆 衣食住行 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你一句不合适 就要赶我走 凭什么 对不起我低声道歉 我错了 我早就意识到自己不喜欢他 但还是听从了家里的建议 走到如今这一步 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我不要你的对不起 他突然开始嘶吼 如果觉得对不起我 就不要拒绝我 我为你做牛做马 一次都不行吗 一滴泪从我脸上滑落 他哭了 那就让我放弃挣扎 他开始对我胡作非为 我也毫无知觉 正在这时候 手机响了 我突然抽回了思绪 才发现 他的手已经伸到了 我裙子下面 我吓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猛地推开他 狼狈地冲了出去 后面他还在说什么 我再也顾不上了 顺着楼道一层一层跑下去 最后跑出小区 一直往前跑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下起了雨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 我已经凌晨了落汤机 晚上的气温有些冷 我冷得牙齿打颤 最后发现自己竟然手机要是什么也没带 就跑出来了 我也不想再回去 最后打了一辆车去我妈那 我妈问我 什么我都不说 只想睡一觉 第二天毫无意外地我感冒了 没办法上班 我打电话去请假 同事告诉我 何燕没有批价 好吧 强撑着到了公司 我整个人都是飘得昏昏沉沉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 同事都去吃饭了 何燕来了 怎么这副鬼样子 我一听心里来气 哑着嗓子反问 你不就希望见到我这个样子 和她认识这么多年 她一来就开除我 丝毫不念及情分 我病了跟她请假 她竟然告诉我 要么来上班 要么辞职 我妈一听 赶紧喊我来上班 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她的关系 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是有多恨我 才会故意整我 她可是我青春时代 曾经喜欢过的人啊 怎么会这样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 情绪有些烦躁 去买药 不去 我懒得理她 我现在只想睡觉 你这状态上班 就是浪费公司的钱 我都这样了 她还想着公司的利益 我气疯了 吼了回去 是你不让我请假的 现在又说我 何燕 你到底想怎么样 是不是你要逼死我才甘心 她大概是没料到 我会突然这么激动 愣在那里 表情怪异 过了几分钟 我趴在桌子上 以为她走了 结果有人拉着我的衣服 轻声道 起来去拿药 不吃药 吃点饭也行 我给你批价 她怎么还没走 烦死了 不去 她没了声音 过了一会儿 又压低声音 算我求你 我 我实在不懂她这变幻无常的情绪 只觉得她烦 最后只好跟着她去拿药 吃药前 她去买了粥 一勺一勺地为着我吃了饭再吃药 她语气依旧很凶 我疑惹地看着她突然放低的姿态 总觉得哪里别扭 医生说的她很凶地解释 后来她送我回我妈家 一路上 我坐在副驾驶一言不发 她也不说话 挺好 我也根本来不及思考 现在满脑子都是和周周的事 手上的伤哪来的 等红绿灯的时候 她突然瞟到我的手腕 我赶紧把手往后面藏了一下 应该是昨晚周捏地不小心碰到了 她没说话 盯着我一直看得我 不自在地别开了脸 她打你 她突然沉着声音问 没有 兴许是我回答得太快 她根本不信 把车开到路边停下 点了一支烟望着我 她是什么玩意 她现在的样子应该是发火了 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总是情绪突变 我说了 她叫周周 我管她什么招 她突然猛地拍了方向盘 刺耳的喇叭声将周围的鸟吓得四处逃窜 你发什么疯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跟周吵完架 我已经觉得精疲力竭 我不想再跟任何人吵 她深吸一口烟 稳定了自己的情绪 突然转过脸 盯着我的眼 江桃 你是傻子吗 当初玩我 甩我 欺负我的狠劲 她笑着问我 怎么现在活成这副样子 我陷入沉思 一时无言 还是你这辈子 也就只能对着我放肆了 她苦笑 笑着笑着 眼睛就红了 我也哭了 擦了擦眼泪回答她 因为人总是要成长的 经受了社会的毒打 我任性不起来了 我仰着头 尽量让自己不那么狼狈 继续说 何燕 从一开始 我和你就隔着十万八千里 所以 到底谁甩了谁 我根本没资格 说完 我擦了擦眼泪 打开车门下了车 说清楚就好了 藏在自己心里 很多年的话说出来 我顿时觉得轻松了好多 我拦了出租车 回了家 坐在车上 我觉得自己 似乎有些过于轻松 以至于总觉得心里缺了一块 也许青春里的暗恋就是这样 等我当时意识到 自己可能喜欢上何燕了时 其实我的暗恋 已经无法收拾了 可是暗恋会让一个人 突然感到自卑 从来没注意过家境的 我开始注意到 我和他之间天欠般的差别 就不敢靠近了 再加上 他还去了国外 我和他更是不可能了 他又不喜欢我 所以 我怎么敢联系他 看着他这次回国 变成我的上司 这种距离感 让我更加确定 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何必自取其辱 可是他刚才问我 是不是甩了他 我又隐隐有种感觉 是不是他曾经也喜欢过我 哪怕就这样的一点点希望 我的青春好像也圆满了 我有自知之明 不能奢求更多了 揣着心事回到家 一开门 我就站在门口不敢动了 屋子里坐满了人 有我们家的 也有何彦家的 都是长辈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该来的还是来了 小周说 昨天有个男的去了你家 我妈黑着脸上前来 轻声质问我 他怎么说的 我小声问 我看着全部的长辈都来了 就知道周周说的不是一般严重 他还能怎么说 我妈小声骂着我 你这孩子 之前你也是同意的 现在婚礼也定了 酒店婚庆什么都定好了 别人一家人都来了 怎么收场 我心里沉了一下 握了握拳头 最终还是走了过去 叔叔阿姨 各位长辈 你们好 全部人都以很不理解的眼神看着我 一瞬间 我有些打退堂鼓 我深吸一口气 我和周周分手了 对不起 给你带来麻烦了 当初好好的 怎么说分就分 一两天就变了 我说 涛涛 这做人可不能这样 我可听说了 是因为一个男的婚姻不是儿戏 你也二十多岁的人了 还这么没有责任心 你不给大家一个交代吗 我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责怪 头痛欲裂 又要交代结婚的是我 我为什么要给别人交代 缓了几秒 我还是开口道 没有 其他人都是误会 是我和周周出了问题 现在分开 好过以后离婚 阿姨你说呢 你这孩子他妈妈显然被气到了 面部僵硬僵逃 这婚还没结 你就想着离婚呢 是我配不上他 我很累 不想和他们纠缠 他一下子没了语言 那我们家周周也没嫌弃你 你倒好 你出去找是什么意思 我没找 那个男生是我上司 我们从小就认识 他到我家吃顿饭就这么简单 他的话太难听 以至于我没忍住 是不是和你家周周在一起 我就这辈子不能有交际 不能和所有男的说话 就只是吃饭那么简单 周周回家 可是说他说什么嘴长他身上 我能管吗 阿姨 也许是我喉得太大声 全场突然安静下来 姜桃 你怎么对长辈说话呢 我爸绷不住了 怒视着我 我叹了一口气 看着屋子里面的人 心里一阵苦笑 我错了 我对不起大家 大家可以散了 说完我身居了一躬 就朝我房间走了 姜桃 我关了门 把一切声音隔绝在门外 然后整个人扑到被子里狠狠地哭 哭到天昏地暗 快断了气 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着和验 想都没想 我摁吸了屏幕 结果他不死心 一直给我打得我发毛 接起来 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变化那头沉默了 哭了 我闷声哭不说话 他叹了一口气 半天才说 对不起 我刚才态度不好 我道歉 我依旧不说话 说什么 我现在脑袋都晕了 感觉自己快死了 没什么事我就挂了 他又接着说 你的药掉在了我车上 要我给你送上去 还是不要了 我立马拒绝 行 我不上去 那你别哭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小心翼翼的样子 可是我根本没有心情理他 我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团糟 你妈妈说你了 她又问你不觉得自己管得太宽了吗 我反问 她并不生气 只是缓了一会儿问 因为我吗 我累了 我想结束对话 那你到底要怎样才不哭 你哭得我难受 听到他说他难受 我心里竟然有一点抱负的快感 可是想到他一回来 就把我看似平静美好的生活 搅得一团糟 正在气头上的我直接来了一句 你离我远点 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 最后说了一个字 好 第二天我去上班 没有看见何彦 接下来的三四天 也没有同事告诉我 他去国外培训去了 大概去一个月也不一定 听说是高管培训 表现好的会调到更大的城市去 何总这么优秀 肯定要调走没跑了 听到这些 我心里有一丝情绪 就像当年何彦出国留学 要说我没感觉 那是不可能的 但我无能为力 这一次居然也是同样的结局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出口在哪里 我不知道 感冒好了以后我天天加班 把自己的时间塞得满满的 我给家里换了锁 也没有再见过周周 抛开了一切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后 我的职业生涯终于有了一点起色 上级领导破天荒的地说要把更重要的工作交给我 后来某天下班路上 周周跑到我公司大楼下面赌我 陶陶 我们还有可能在一起吗 一个月不见 他变化倒是不算大 没有我想象中的颓废 成年人的恋爱就是这样 并不是离开了谁就不能活了 都闹成这样了 我简直不理解 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周 我们互相拉黑 他一下子僵在那里 悲伤了几秒 但也只有几秒 陶陶 我买房了 付了房子首付 我们好好的 你别这样 我们大家都不要回头了 我听着他的语气 想着他对我的照顾 终究有点心软 虽然没有爱情 但我们也没必要彻底闹僵 只好好言相劝 你不跟我在一起 房子就不会有你的名字 我思考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你把我的工资还给我吧 去找一个好女孩 写她的名字 我笑着说钱拿去付首付了 我没钱了 一瞬间 我的心沉入谷底 原来他打的是这个算盘 我很震惊 震惊于他这样一个老实的人 竟然有一天会做出这种事 他口口声声说 帮我管钱 然后我们一分手 我的钱就成了他的周周 那钱是我的 我不敢相信他的意思 你没有证据 你不要这样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感觉信任被狗糟蹋了 和我和好吧 房子上加你的名字 你觉得我还有可能和你在一起吗 我苦笑 我苦笑 只要你想 他坚定地望着我 我只觉得可笑 我不想 说完这三个字 我就走了 回到家里 我回想着自己失败的感情 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和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情绪低落到极点 听说你婚礼取消了 他对此非常震惊 我心里苦笑 还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太好了 他突然话锋一转 我实不相瞒 我一直看不惯那个周周 也只有你脾气好 忍得了这么久 是我一天都忍不了 他说的咬牙切齿好什么好 我现在成了我家里人的笑柄了 我叹了一口气 怕什么 你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要是找了个不喜欢的人 熬一辈子可太惨了 我一定要找个喜欢的 让我心动的人 别的谁都不行 不是谁都可以跟你一样任性的 我叹了一口气 我这不是任性 我这是爱自己 爱自己 我愣住了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就是爱自己吗 可是这也不是我能选择的 我心里想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六年前我没得选 现在也是 如果你喜欢的不喜欢你 你怎么选 我反问他 那就要让他知道 让他喜欢你 况且你这么漂亮 哪有人不喜欢你 他又开始对我吹彩虹涕 听着他在电话里说个没完 我的心情终于好了一些 挂了电话 我一直在想他说的话 即使嘴上说着 和欢就是小公主心性 但其实我内心是羡慕的 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有勇气的 我曾经可能有 只是随着步入社会 看到了自己的渺小 就再也任性不起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 就得到了何彦回来的消息 听说他放弃了调去其他公司的机会 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我心中开始有了异样的情绪 可是我没心思去多想 我算了一天 周周大概从我这拿走了二十万 咨询了律师 那边说可以把转账记录 聊天记录整理好发给他 留作证据 钱拿回来的概率很高 听到这个结果 我总算输了一口气 搞定这些已经有点晚了 公司一个人都没有了 算什么 头顶有人说话 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何彦 没什么 我赶紧用其他文件挡住我的草稿纸 他看了看我 又加班 马上走 我站起来收拾东西就要走 他却拉住我 我送你不了 我有点猛 他身子斜斜地靠在桌子边上 叹了一口气 勾勾唇 那你送我站得近了 我才闻到他身上一身酒气 我才想起他今天一回来 就被拉到酒局去了 怎么喝醉了 又跑回办公室来了 你还能自己走吧 到楼下我帮你叫辆车 我站起来拎着包就要走 他却站在原地不动 只是看着我笑 怎么了 我以为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他却收住了笑容 开始跟上我 慢慢地走进了电梯 他站得笔直 只是神情还是有些迷糊 我站在旁边不出声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喝醉的样子 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他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垂下眼 用余光挑着我 我有点猛 心里却忍不住想 会不会是为了自己 下一秒 我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如实说 他冰了我一眼 冷哼一声 真没良心 我不说话了 保持沉默 出了电梯 他走了几步就不动了 低着头 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我不得不停下来 走过去看看 还能走吗 我看他难受的样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伸手按了按太阳穴 缓了一阵 抬头又笑着问我走不了 那你扶我已经挺晚了 我并不想跟他在这里纠缠 就想赶紧送他上车 行 我伸手过去扶他 他却愣了几秒 然后自然而然地靠了上来 他珍重 我有点吃不消 你别全靠我身上 我快站不稳了 就在我快要倒的时候 腰间多了一股力 他把我捞进了他怀里 何燕 你清醒一点 我想要推开他 他却直接把头低了下来 吓得我呼吸一致 就在我以为他会亲我的时候 他却只是将头 靠在我的颈窝处 头晕 我问他 他靠在我肩上 声音闷闷的 人喝了酒容易滴血糖 我不敢直接推开他 怕他晕倒了 只好让他先靠一会 那你站几分钟缓一下 待会再出去坐车 好 他极其乖顺地靠着我 气氛有些尴尬 他温热地呼吸传到我的耳边 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姜桃 过了会儿 他小声叫着我 嗯 你很缺钱 他突然问我 我不缺 那你刚才算的是什么 他又问 我愣住了 周周拿了我钱的事 我也不可能和别人说 嗯 我自己算着玩的 看什么时候能够付首付 我苦笑 我们打工人付首付很困难 跟你不一样哦 他又停了一下 问我喜欢哪里的房子 我有些无语 是不是喝醉的人话都特别多 眼看我叫的车快到了 我就随便想了个地方 江北区 他不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个字 好 说是我送他回去 他却让出租车司机绕了大半个城 先把我送回去 我跟他说再见 他却直接下了车 执意要送我到小区 送就送 也不差这一节 送到小区门口 他又说要把我送到楼下 你回去吧 我看着你打车 不然待会儿你栽到哪个花坛里 都没人知道 我看着他 他却磨磨蹭蹭不想走 也不知道是今晚的夜色过分美丽 还是何欢昨晚的话深入人心 我竟然忍不住 趁他喝醉 多看了他几眼 每一眼都是何欢说的心动的感觉 我被吓到了 那我要是倒下去 会不会有好心人把我捡回去 他没个正经地笑着问我不说话了 气氛暧昧地可怕 他伸手过来的时候 我吓得闭上了眼 但他的指尖却只是从我脸颊划过 最后将我的一缕头发 缕到耳后 我的心却快地想要蹦出来 江桃 嗯 我回过神来 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 我回来只是因为一个人 他笑着顿了一下 突然低下头 再抬头 眼睛竟然红了 因为听说他被全家人指责 因为他过得不幸福 我一下子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他 其实我之前回国 就是因为他现在选择不调离 也是因为他声音有些哽咽 我知道这些年我过得不怎么样 可是我却受不了他 过得不好 想要他过得好 我低下头 不敢直视他 下一秒 我的眼泪也掉了出来 我知道 以前是我混蛋 我不该走 没关系 我给他时间 原谅我 接受我 我可以等 心底涌起一阵酸涩 我急忙背过身去 我只想让他知道 在这里永远有一个人 站在他一回头就能看到的地方 他说完 伸手过来 轻轻拉了一下我的手 我第一反应就是躲 却被他再次抓住了 他的手好大 好温暖 让我沉迷 不逼你了 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 我先走了 等他松开手的一瞬间 我赶紧跑向了电梯 等我终于回到家里 想起刚才的一切 心跳依旧不能平复 我坐在沙发上 才发现自己竟然满手是汗 这算表白吗? 如果不是 我为什么如此心潮澎湃? 如果是我 该如何回应? 揣着心事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第二天 我顶着黑眼圈去上班 律师告诉我可以起诉追回我的钱 可是流程很复杂 我真的不想谈个恋爱 最后闹到法庭上思考了很久 我最后把律师说的话发给他 同时把聊天截图和转账截图也都转发给他 告诉他可以私下解决 他过了很久才给出了回应 一张照片 看到照片的一瞬间 我惊得脑子一片空白 你跟踪我 如果不是跟踪 他哪来的我和周周昨晚的照片 当时他投靠在我肩膀上 那个角度拍过去像是在接吻江桃 我本来不想追究何燕这个小三 但是你非要这样 我就不得不联系媒体朋友 把他插足我们恋爱的事报到出去了 你是不是疯了? 是我疯了 你告诉我结果吧 我总不可能人财两空 那是我的钱 我的人也是我自己的 我气得发毛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 随你 他的态度坚硬 一整天 我都因为这件事心浮气躁 本来我和何燕没什么 可是现在我还把何燕拖下了水 我不得不犹豫了 挣扎了一天 我还是妥协了 周前给你了 照片删了 我躲在茶水间打电话 所以你是承认了他还是不依不饶 不是我承认 是根本没有的事 你怎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 我真的头疼 没有的事 你说吧 跟他睡过几次 没想到他还变本加厉了 我们分手了 这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 亏得我还这么珍惜你 结果你就是这样背着我跟别的男人乱来 怎么 他能满足你 我没有满足你 你就背叛我 我彻底无语了 周周你放尊重点 我忍不住朝他吼了一声 刚说完电话就被夺了过去 然后我就看到了何燕板着的脸 他拿着电话走到门口 叫门反锁了 才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盯着我 我吓到了 紧张地不敢出声 嗯 我就是何燕 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说 睡过 他看了我一眼 笑了笑 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已是安抚 是睡过了 细节就恕我不跟你分享了 他的钱 我会帮他要回来 我的律师团队 正在去找你的路上 以后请不要再给他打电话 你没资格 当然 你要是想多吃几年牢饭 可以试试 惹毛我 他说了几句挂了电话 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问我 这是我的事 我毫无底气 他一脸平静地看了一眼我手机上的聊天记录 然后翻到了那张偷拍照 我心里一惊 角度不错 引人遐想 他笑着说 我都丑死了 他还笑他要把这张照片曝光 我提醒他 这张照片我要了 他总算干了件好事 他直接转发给了自己 好事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一张照片可以勒索罪送他进去 他顿了一下又说 最主要的是这张照片的角度取悦到了我 他收了手机 过来拉我的手 好了 以后这种事都交给我 不要一个人藏着 何燕现在是在公司 我甩开他的手 他愣了一下 又过来低头看着我 那不是在公司就可以吗 什么可以吗 我感觉自己被他绕了进去 可以吗 他伸过手 轻轻把我揽到怀里 我吓得想推开他 他却抱紧了不放 正在这时 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肯定是有人要进来倒开水了 里面有人吗 哎 怎么锁了 不知道 去找工人来试试 我吓得不敢出声 奈何燕抱着我 一脸丝毫不介意的样子 可以吗 他又在我耳边问 可以的话 我就放过姐姐 听到他说姐姐两个字 我就头皮发麻 你别乱叫 我压低声音警告他叫什么姐姐吗 他在我身后轻笑 怕我叫你姐姐啪 你别叫了 好姐姐 他可能觉得逗我好玩 叫个没停 我怎么不知道 平时又冷又凶的何燕 竟然这么不要脸 好了 不逗你了 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就放了你 不带你这么威胁人的 我懵了 我也不想 他捏了捏我的手 但我等得没耐心了你 我无语了 昨晚还口口声声说会等我 如此深情 现在才过了一天 就没了耐心 等了你六年 再熬我就老了 姐姐她说完 搬过我的身子 直接低头 把手稳住了我 想着外面还有人 我不敢发出声音 只好推着他 结果他却越稳越得寸进尺 稳得我晕头转向 何燕 我轻声提醒他 嗯 有什么待会再说 他又低头继续吻我 我彻底沉沦了 大约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久 他终于放开了我 还自己先不好意思地脸红了 缓了会儿 我背过身 假装倒咖啡 他去开的门 你们几个把材料五分钟内叫我办公室 他说了一句就出去了 同事们很震惊 哪里还有功夫喝茶 赶紧回座位赶资料去了 料想中的质问完全没有 没人注意到我 我终于输了一口气 倒好了咖啡 又去厕所洗了一把脸 我才去继续工作 下午工作的时候 心跳一直很快 心神不宁地我觉得我要疯了 不知道怎么就和何彦发展成这样子了 工作到一半 他发了一条微信过来 待会儿下班等着我 我一惊 心跳又加速了 思考了好久 我回了一个字 好 结果他又来了 想下班了好好工作 怎么轮到我提醒他工作了 不行 我好像生病了 哪里病了 一看文件满脑子都是姐姐 我干脆不回他了 终于熬到下班 等其他同事走了 他开车送我回家 一到车上又开始吻我 何彦 我被他吻得呼吸不畅 你属狗的吗 嘴唇都被他咬破了 他却勾唇笑笑 憋了六年 使人都要变成狗 带我吃了晚饭送我到家 他就开始赖着不走了 我被家里赶出来了 他可怜兮兮地说 为什么我半信半疑 因为我没有随他们的意 闹崩了之前的订婚 我听得心里一惊 差点忘记了他也订婚了 那你活该 我推着他出去赶他走 这么绝情 他笑着说 我现在和姐姐可是同病相怜 你看你没了男朋友 我又没了女朋友 我们两个可怜人相依为命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他怎么变得这么残忍 我可以睡沙发 打地铺也行 总比睡大街好 他把这门把守 不让我关门 这么可怜 我开始有些不忍心了 那你睡沙发吧 就一晚 还是姐姐心疼我 她立马进来将我抱住 又开始亲 这一次亲着亲着就不对劲了 后来她红着脸说她难受 不让我看 我自然也不敢再去看她 本以为可以一晚上相安无事 结果半夜她却在我耳边说 姐姐 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 我吓得打了一个机灵 记得 我内心忐忑 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你让我哭了多久 现在可不可以还回来 你这种事怎么还 下一秒 她扯开我的被子我就懂了 只是她信心满满地 想让我哭 五秒后 气氛有些尴尬 我笑着安慰她 你几年没有过了 她别过脸不看我 低声道 六年 你不会 那之后就烦死了 是她被自己气得没了脾气 最后整个人往床上一躺 还是你来吧 我可能有阴影了 我到底做了什么孽 只能是你 她盯着我又气又好笑 这么可怜 我有些内疚 知道我可怜 姐姐还不疼我 她一把拉过我 我整个人就扑到了她身上 后来还算顺利 就是折腾完都三四点了 她睡着了 还拉着我的手 嘴里念叨着 明天早上你不会走吧 我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 不会睡吧 我看着身边的她 渐渐地呼吸均匀 有些幸福地晕眩 抱着她就好像一下抱住了我的青春 我迟来的青春热恋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故事说家庭聚会 表妹陈欣身上戴满了奢侈品首饰 穿着和年龄不符的贵服装 一进门 她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亲戚们纷纷夸她 说她有出息 挣了大钱 陈欣说 哪里是我能挣钱 都是我男朋友送的 我们这么多表姐魅力 就我不是读书的料 不过 你看哪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还不如嫁个好男人 你说是吧 江然表姐忽然被cue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陈欣又看向我身边的继琳 这就是你男朋友吧 听说她是租车回来的 你一个研究生 怎么也不找个条件好点的 陈欣的车确实不是她的 因为她的麦巴赫半路出了点问题 我找朋友借了车 我瞥她一眼 别来我这里找存在感 我带男朋友回来也不是给你看的 陈欣笑笑 瞧瞧 这是恼羞成怒了吧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 你犯得着那么冲吗 我也不过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罢了 我毫不客气地回对她 陈欣在我这里讨不好处 又去找我妈舅妈 以你的眼光 肯定对江然表姐的男朋友不满意 这样 我让我男朋友给表姐介绍几个条件 怎么着都要比她现在这个好 我妈的脸色不太好看 你男朋友介绍的就一定好 陈欣 那当然了 我男朋友可是港圈太子爷 他的朋友怎么可能差到哪里去 我正喝水 差点被水枪到 你刚才说你男朋友是谁 陈欣 港圈太子爷 那个季家的准继承人 你知道 以后等我们结婚了 我就是季家的少奶奶了 我目瞪口呆 港圈太子爷不就是我男朋友纪理吗 我男朋友什么时候成他男朋友了 而且纪理就坐在我身边 他不仅没认出来 反倒还成了他口中的穷酸男人 我看向身边的纪理 他跟我对视一眼 眼底的性畏一闪而过 每当他遇到好玩的事 就会露出这样的眼神 我挑眉 在他手心挠了挠 他朝我摇了摇头 对 这丝的顽心又上来了 不知道再憋什么主意 且不戳穿陈欣 让他再得意一会儿 陈欣不停地在点滴 他一脸淡然 从容地给我包下 这会儿见我看着他 他往我嘴里塞了个包好的虾 陈欣看见了 阴阳怪气地说 长得帅能当饭吃吗 连辆车都买不起 现在你在自行车上校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我正要开口 我妈蹭地一下站起来 你的教养都被狗吃了吗 当着别人的面就这样 背后还不知道怎么诋毁我们 陈欣无辜眨眼 舅妈 我读书少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姑姑也跟着说 是啊 她性子直 跟孩子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妈气得直发抖 喊上 我爸带着我和纪领离开 于是我们直到离开 也没解释 纪领就是港圈太子爷这件事 我以为我们那天 就算和姑姑一家撕破脸了 谁知他们第二天 又找上门来 我妈没给他们好脸色 你们又来做什么 姑姑脸皮厚 坐到我妈身边给她倒茶 我妈不敢喝 有事说是 别给我整这些虚的 姑姑笑了 那我就直说了 欣欣男朋友一家 要过来见家长 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所以我想见你家的别墅住几天 你说什么 我妈惊得失了声 姑姑 哎哟 你别那么激动 不就跟你换房子住几天吗 还能霸占你的房子不成 我妈被气笑了 你以为你现在住的房子 是怎么来的 不借天王老子 来了 也不让你们住 我想起来了 我刚上小学 姑姑就跑到我家来哭诉 说没有学区房 表弟媚上不了学 我爸那时候生意做得还不错 便让姑姑带着孩子住到我家 谁知姑姑住下就不走了 他各种骚操坐下来 每天把家里折腾得鸡飞狗跳的 差点没把我爸妈逼离婚 还好我爸是个清醒的 意识到不能再继续下去 火速带着我们搬家 那边的房子一直给姑姑住着 他不给房租就算了 还三番五次 想要让我爸把房子送给他 陈欣忽然问我 表姐 你那穷酸男朋友呢 我淡淡回走了 陈欣笑 我就知道 他在这里住不了多久 你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会伤他的自尊 我反问他 家里条件比我家得好 为什么会伤他的自尊 陈欣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 他家里条件好 用得着出去租车吗 我本想解释 但对上他那张拿鼻孔 瞧人的脸 瞬间就不想搭理他 找了个借口 回房跟几邻打电话 没多久就听到我妈暴怒的声音 滚 你们现在就给我滚 我连忙跑出去 就看到我妈喊了保姆 一个劲地把人往外推嗓间 我知道了原因 姑姑居然想卖了我家的老房子 并且已经找好了买家 谈好了价格 忍无可忍 我抄起鸡毛胆子冲了出去 对着他们一阵乱挥 姑姑和陈欣 都是爱惜自己的人 不敢跟我硬碰硬 很快被我逼到大门外 我把大门一锁 嘱咐保姆 不许再放他们进来 姑姑 No 这是我哥的家 还轮不到 你一个丫头骗子做主 你且等着 看我能不能做主 姑姑不肯走 非要在这里等我爸回来 我爸回来得很快 姑姑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对着我爸一顿输出 字里话间加枪带霸 把我跟我妈说得像泼辣妇女 最后她眼泪一抹 爸妈去世 走 我没有你出息 能住上大房子 这年头没个房子谁家 我不就想着 那个房子你住不上 让你卖给我 难道我有错吗 我冷笑 姑姑刚才可不是这样说的 你跟我妈说的是 让我爸白送给你呢 那一套房子虽然不大 但现在也有二万一平了 你要我们白送 怎么不去抢呢 姑姑狠狠地瞪我 大人说话 你小孩子插什么嘴 再说了 你又做不了主 我 谁说我做不了主了 那套房子早就过户到我的名下 你想要必须得经过我姑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爸 你疯了吧 为什么要把房子给一个丫头 骗子 我爸的脸早就黑如锅底 他强忍着怒意说 你们有手有脚的 要房子自己去挣 那房子是冉冉的 他不同意 谁也拿不走 还有 以后别再让我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否则我立马让冉冉把房子收回来 姑姑多少有些忌惮 我爸嘟囔了两句 没敢再放肆 拉着陈欣走了 休假结束那天 继琳说来接我 我妈一大早就把我从被窝捞了出来 塞给我一个手机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看 睡意瞬间全无 原来是陈欣发了一段视频 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视频里 我跟季林在夜店 我挑着她的下巴吻了上去 活脱脱一个女流氓 陈欣在群里说什么男朋友 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鸭子 你有钱 去包养野男人 也不愿意给我们花 这就是你一个高材生的为人 知道吗 我蒙了 鸭子几连 我妈插着腰问我怎么回事 我如实回答 就你看到的那样 我跟季林经常这样玩 我妈恨铁不成钢 就算是这样 你怎么能调戏人家呢 你看看 你像不像个二流子 她教育我 我面上承认错误 心里却不以为然 吉领才不会介意 她最喜欢我调戏她了 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的手机在疯狂震动 大伯母 怎么回事 那个穿着清凉的是江然吗 堂姐 江然你怎么回事 我们家规不是说了 不能去夜店吗 你这还点了男人 说出去 我都嫌丢人 陈欣又发了一个视频 还不止一个 爱堂姐 视频里我端着酒杯坐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还有一群男人围着我起哄 拍摄的角度很巧妙 只拍到了我的脸 没有拍到任何一个男人的正脸 怎么看我都没办法解释清楚自己的处境 我记得那天是纪领好友组的局 为了庆祝我和纪林在一起 陈欣想借着这个视频让我鸣声扫地 不巧的是我有那天的原生视频 正在翻视频的空隙 陈欣私了我 江然 你不是很能吗 我倒是要看看你要怎么解释 我就说你怎么不愿意找个门当户对的联姻 原来是干这种事的 怎么着 他技术好 我翻了个白眼 纪林技术好 还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呢 我没搭理他 翻了半天 找到原视频 发了到家族群里 足足安静了五分钟 唐妹发了一个六 视频里 纪林抱着我是因为我喝大了之后 坐他身上 要和他喝交杯酒 一群男人围着我起哄 一口一个嫂子 却没有一个敢对我动手动脚 或者语言调戏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是朋友之间正常的聚会 我在群里 陈欣 我跟我男朋友 和他的兄弟一起聚餐 喝多了 有什么问题吗 陈欣过了几分钟才回复 谁知道那些人 是不是你男朋友的同行 哇 你眼睛近视了 看什么都是脏的 去洗洗眼睛吧 说完我给他发了一个 2.50块的专属红包 做完这一切 纪林也到了 一看到他那张脸 所有的不快都瞬间消失 我捧着他的脸 狠狠地亲了一口 又揉了两把 这张脸好看是好看 就是太能惹事了 我妈看不下去了 把行李提出来 让纪领赶紧把我带走 上了车 我钻进纪领的怀里开油 直到他看 我的眼神变得危险 我才坐回自己的位置 纪领忧愿地看着我 我在他脸上巴唧一口 纪先生 晚上我老公不在家 你要来吗 陈欣结婚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我跟纪领刚见完家长 我妈这才知道纪领的身份 看纪领的目光 就像看到了香波波的红烧肉 她埋怨我不早点 把纪领的身份告诉她 不然她那天 就不至于没发挥好 我说 下次再好好发挥也是一样 没想到机会来得那么快 陈欣结婚作为亲戚 是肯定要去的 我妈本来不想去 知道了纪领的身份后 她不仅要去 还盛装打扮出席 按照习俗 婚礼的前一天 我们还有家宴 我们到达酒店包间的时候 一群亲戚正围着陈欣说着奉承的话 让她帮自己的孩子安排工作 陈欣笑得脸上的折子都出来了 你们说的我都记下了 等我忙完婚礼 就去跟我老公说 让他都给你们安排了 一时间 亲戚们夸她的话 跟不要钱一样往外输出 唯独我们一家无动于衷 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陈欣总算发现了 我们踩着高跟 走到我们的面前 江然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我皮笑肉不笑 还没见过你老公呢 肯定是要来的 陈欣眯着眼 我劝你别打我老公的主意 他虽然是太子爷 但他洁身自好 这些年 他只有我一个 我点了点头 所以你的太子爷老公在哪里 陈欣指了指不远处一个个子不高 还稍微有点胖的年轻人 诺 就是他 这人看起来很熟悉 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我假装玩手机 拍下那个男人的照片 发给了继琳 继琳没有 立刻回复 我妈忽然笑出声 就他 港圈太子爷 你倒是看看他浑身上下 哪里像富贵人家养出来的 公子哥 姑姑刚好听到这句话 顿时不干了 你是来拆台的 还是来喝喜酒的 要是那么看不上我家 你别来不就行了吗 我妈现在底气十足 我是不想来的 不过我想看看你们一家的脸皮有多厚 居然随便找个人就说是什么太子爷 也不怕被人戳穿姑姑黑了脸 他就是太子爷 我为什么要怕被人戳穿 我妈她不是港圈太子爷 难不成你女儿那男朋友才是 我妈吃了一惊 你怎么知道姑姑彻底黑了脸就要跟我妈掐起来 说我妈要跟她抢女婿 嚷嚷着要跟我家断绝关系 我妈也不示弱 说她虚荣 还趁机扯了两把姑姑的头发 本来发量就没多少的姑姑 头顶直接秃了一小块 我妈发现了 兴奋地又要上去薅她头发 幸好被我爸及时发现 把她拉走 姑姑才幸免愚难 安抚我妈的时候 纪琳打了电话过来 我走出包间去接电话 她说陈欣的老公是她家司机的儿子 偶尔会代替司机来给她开车 我惊呆了 仔细一想 又觉得说得通 陈欣虽然拜金 但她不算傻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让她相信了她老公的话 她才会对她老公的身份深信不疑 这样的话 上次她能拿到我们聚会的视频就说得通了 纪琳说交给我处理 我想着好歹亲戚一场 就去提醒一下吧 走到拐角处 忽然听到有人在打电话 是陈欣的老公 她压低了声音说 爸 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等到我们结婚之后 欣欣到时候反悔也来不及了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她着急了 她两个伯父都没有儿子 我们要是生个儿子 到时候她伯父家的财产就是我们家的了 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回到包间 我坐到角落 阴侧侧地盯着姑姑一家 我还没死呢 姑姑一家就想吃绝户 到底是谁给她们的脸 让她们认为 我家的家业以后会是她们家的 原本想着把陈欣男朋友的真实身份告诉她们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不仅如此 我还有了新主意 陈欣的婚礼是在酒店举办的 姑姑说婚礼太热闹 打扰了邻居 会影响邻里的关系 她说 既家住的妇人区 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 等婚后 有机会再带我们去参观 女儿嫁入豪门 姑姑逢人 就炫耀她甚至跑来气我妈 你看你们把女儿培养得那么好 又有什么用 最后还不是要过一辈的穷苦生活 要我说呀 就让我女婿给她介绍一个 肯定比那租车的强 我妈皮笑肉不笑 我说了 我女婿继领才是大湾区继家的准继承人 你就是说一万遍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这大白天的怎么净说胡话呢 爱悠悠 你该不会是看上我女婿了吧 那可不行 他们已经结婚了 你抢不走 你也别怪我多嘴 找个金龟婿比什么都来得有效 我女婿可是给了六十八点八万彩礼呢 这彩礼够我买一套大房子了 我妈点了点头 正好你们找个日子搬走吧 冉冉要把那套房子卖了 姑姑立马不干了 那套房子我们住得挺好的 为什么要搬 我妈不耐烦 你不是要买大房子了吗 我那个小地方哪里留得住你们这些大神姑姑 以为我妈只是随口说说 毕竟这么多年了 我妈也不是第一次说这样话 但没有实际行动 姑姑笃定 我妈不会干这种伤感情的事 可姑姑不知道 这次做决定的不是我妈 而是我沉心 回门那天我早早地起床化好妆 今天这场戏少不了我 出门前 我特意让我妈不要过去 她最近情绪容易失控 到了姑姑住的地方 家里已经热闹起来了 沉心众星捧月一样 坐在一群亲戚之间 模样娇羞 我们现在没有住在老宅 公爹给我们准备了一套自己的房子 我们两个就住在那里 是的 等有了孩子 肯定会搬回老宅的 这样方便 他们照顾 你们再等等 最近公爹忙 等他闲下来了 我就带你们去纪家坐坐 我饶有兴致地听着他吹嘘 婆家有多厉害 说到纪家有多大的时候 他说他在纪家逛一圈需要一整天 我没忍住笑出声 沉心终于发现了我 目光落在我的手上 然后晾出他的鸽子胆 江然 表姐 我听说你跟你那租车的男朋友也订婚了 怎么他没给你买钻戒呢 我如实回答 是啊 没买 几林要给我买钻戒 我拒绝了 钻石 哪有黄金香 我就是一个俗人 陈欣孝也是一辆车都买不起的人 怎么可能给你送钻戒 不对啊 舅妈不是说你男朋友才是港圈太子爷吗 我还没说话 堂姐听不下去了 你说你男朋友是几连 那欣欣的老公是谁 江然虚荣 也要有个度 堂姐还想说什么 玄冠传来姑姑的咒骂声 我们什么时候卖房子了 没有 你肯定是搞错了 我有没有卖房子 我自己不知道吗 你们快走 再不走我报警了呀 买方也很生气 我走的是正规的法律程序买的房子 既然你们不搬走 那就报警吧 姑姑气昏了头 没有细想就报了 警察来后 买方直接把买房的资料全拿出来 而姑姑什么都拿不出来 一口咬定 那人的资料都是假的 警察同志让她把房产证拿出来 姑姑一愣 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她看像坐在一旁看戏的我 是你卖的我 啊 是啊 我今天本来是过来让你们搬家的 不过你们要么不搭理我 要么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姑姑气疯了 你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我要去找我哥 让他看看他女儿都干了些什么 我好心提醒 我爸妈很早就提醒过你 只不过你没当一回事而已 姑姑张牙舞爪地要来抓我 被警察拦下 买方要求他们一天之内搬走 姑姑又跟买方吵了起来 最后还是被赶了出去 父母得知我把房子卖了之后 非但没有责备我 反而怪我没带他们去看热闹 我拿出寄领父母让人挑选的时间 你们看看哪天合适办婚礼 挑好了 日子就可以准备了 爸妈瞬间不纠结姑姑的 是两人埋头挑起日子 刚敲定日子 姑姑就带着一家老小上门了 因为先前交代过保姆 所以保姆没有把他们放进来 姑姑扯着嗓子喊我爸 但我爸不在家 没人回应 姑姑开始骂人 骂得可难听 最后还把已经过世的爷爷奶奶搬了出来 我妈听得摩拳擦掌 恨不得冲出去跟她干一架 还好她理智尚存 让我出去应付姑姑 姑姑看到我 连忙朝我的身后 看去 你爸呢 我爸出差了 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我给你爸聊 大人的事 你能做得了主吗 姑姑看我的眼神 恨不得吃了我 她还在记恨我 也该记恨我 被人赶出来后 姑姑想带着一家人 搬到陈欣家里 可陈欣说她那里太小了 住不下那么多人 姑姑又想要陈欣老公给他们安排个地方 可她老公说 不是给了你们六十八点八万买房了吗 姑姑买的是七房 还没交房 她又舍不得拿钱租房 于是又来找我爸 她以为我们还会像以前那样引狼入室 我笑了笑 姑姑您还不知道呢 我爸早已经把她名下的产业都转给我了 你说什么 姑姑的声音尖锐刺耳 什么叫都转给你了 我揉了揉耳朵 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姑姑暴怒 你一个丫头骗子 她为什么要给你 要给也是给我家君子 给你就能给我们江家开支散业吗 我被气笑了 我江家的产业 怎么也轮不到她陈军来继承 怎么就不能了 你大伯家也没有儿子 到时候 他家的产业也是我家君子的 我告诉你 江然 你早晚都得嫁出去了 这个家就跟你没关系了 我们一着眼 您这些话 就不怕大伯和我爸听到吗 姑姑一脸不屑 就算他们在这里 我也敢当着他们的面说 谁叫他们生不出儿子怪谁呢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忽然就笑了 我把手机放到耳边 大伯母 你们都听到了 听筒里传出大伯暴怒的声音 我还没死 你就惦记着我的家产了 我们江家 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姑姑后知后觉 发生了什么 他心红眼瞪着我 你算计我 我收了手机 你不是说不怕吗 陈军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指着我骂我什么难听骂什么 姑姑也跟着骂 只有姑爷一直没有出声 期间姑姑接了个电话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姑姑脸色大变 我马上就回去 马上咕了电话 他拉着一家人离开 还不忘对我放狠话 说不会放过我的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姑姑目前借住在大伯家 大伯母让人把他的东西都扔了出来 我爸出差回来 吉林和他的父母来下聘 双方父母相处得很是融洽的时候 吉林把我带回了房间 情动之时 我把他压在床上 姑姑那刹风景的声音 不合时宜地响起 我黑了脸 不情不愿地从他身上下来 我和吉林下楼的时候 姑姑已经骂红了 眼见我和吉林从楼上下来 他立马又把矛头对准了 我和吉林 哟 这不是你那个要租车的男朋友吗 你还真要嫁给他呀 到时候过上苦日子 可怨不得别人 吉林的爸妈也听到了 他妈妈的脸色也不太好 冉冉 嫁到我家 怎么就要过苦日子了 姑姑说 难道不是吗 连辆车都买不起的男人 你指望过惯了大小节生活的 将然会习惯 这不是扶贫吗 此话一出 在座的四位家长 都不同程度地变了脸 可姑姑还在继续说 该不会是要来当上门女婿吧 二哥 我们家可没有这样的习俗 你可不能开这个先例呀 我爸的情绪向来稳定 这会儿也生气了 他沉着脸对姑姑说 你要是没事就回去吧 我这里有贵客 姑姑吃笑 我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亲家 算哪门子的贵客 我爸还没发飙 我妈撸起袖子 上前拽着姑姑就往外走 姑姑不肯走 拉着门不撒手 你们真话都听不进去了吗 他家肯定是看中了我们家的财产 不然怎么可能会入赘 你们家的财产是我家君子的 谁也不能拿走 我妈气得踹了他一脚 我可去你的 你以为谁家都跟你一样 一天天地盯着别人家的财产 你给老娘听好了 这 这是我准女婿的爸妈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否则我让你把这些年 从我家得到的好处都给吐出来 姑姑抱着脚哀嚎 一个杀千刀的 你竟然敢当着我将家人的面对我动手 我跟你拼了 他冲上去跟我妈动手 但他忘了我妈是散打冠军 不一会儿他就被我妈打出了大门 呸 什么东西跟你当亲戚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我爸安慰他 明天我就去跟他断绝关系 我妈气消了一半 收拾了心情 回屋给继琳爸妈道歉 我跟继琳把司机儿子的事说了一遍 继琳父母都很震惊 他们想要回家找司机问个明白 被我和继琳拦下了 冒充继琳 还盯上了我家的财产 光是辞职 未免太便宜了他们 距离婚礼还有半个月 大伯家出了一件事 姑姑和姑夜 在大伯家门口打地铺 我跟我爸到大伯家的时候 姑姑哭得撕心裂肺 爸妈托梦给我了 让我跟你们服个软 二哥要跟我断绝关系 大哥你可不能不管我 大伯母拦着家门说什么也不给他进去 你这个亲戚 我们可攀不起 指不定什么时候 我的家产就被稀里糊涂地弄走了 你不是还有个富豪女婿吗 她收留你们两口子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姑姑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我们哪里好意思去麻烦他们 大伯母反问 那你就好意思来麻烦我们 你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房子也交楼了 你来这里是几个意思 姑姑支支吾吾的 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在她身后悠悠开口 该不会是被陈军赶出来了吧 姑姑立马变了脸 却还在维护陈军 大伯母没了耐心 给陈欣打电话 让她过来一趟 陈欣和她老公一起来的 她一见到我就开始炫耀她的蜜月 我这蜜月都度完了 江然表姐 你还没结婚呢 是不是对方凑不够彩礼啊 我似笑非笑 有那个时间操心我 不如先解决姑姑现在的困境 待伯母附和 是啊 你嫁入豪门了 也不能忘记你的父母 他们现在都没地方住了 你们来了 就把他们接走吧 姑姑在一旁不说话 实际上竖起耳朵听我们说 在听到大伯母的最后一句话时 我分明看到她的眼睛都亮了 然而陈欣的脸色却难看起来 陈军不是买房了吗 他们为什么不跟陈军住 陈欣这话是直接问的 姑姑见朵不过 只好把实情说出来 原来陈军收了房之后就把女朋友带回家 女朋友说不想跟长辈一起住 陈军二话不说就把姑姑赶了出去 大伯母笑得解气 你以为你这种人养出来的是什么好东西 受着吧 姑姑骂大伯母没同情心 大伯母把我拉进了屋 把门一关 隔着门说 我就是没同情心 谁有同情心 让谁收留你去 姑姑在门口骂了半天 到底还是走了 只不过走到哪里就不知道了 没多久 听大伯母说陈欣没有把他们带回家 据说从大伯家离开的那天 陈欣和他老公也吵了一架 原因是陈欣隐瞒了他家的真实情况 又知道了 我爸和大伯又跟他们断绝关系的事 后面又大吵了几回 不过我在筹备婚礼 没有过多关注他们的情况 我跟陈欣的婚礼前夕 陈欣忽然告诉我说 司机把他的车撞坏 要送去修理 所以婚礼那天的主婚车 就不能用他的车了 我无所谓 不就是换一辆车的问题 我爸妈没请姑姑一家 但婚礼那天 不仅姑姑和陈军来了 就连陈欣和他老公也来了 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 两人看起来和好如初 我爸妈铁青着脸 又不想影响了婚礼 便忍了下来 找了大伯和大伯母看着他们 我跟几邻走完流程 便一起去换敬酒服 走到姑姑那一桌的时候 陈欣非要跟我喝几杯 我看了看他老公的位置 空了出来 也不知道上哪去了 他说 将然 没想到你真的嫁给了这个穷光蛋 以后你的日子 就没有我的日子好了 激烈没有理他的意思 碍于他是我这边的亲戚 也不好拉下面子 于是向我求助 我委婉地说 我们还要去下一桌 就不陪你们喝了 没想到 沉心拉着我不撒手 那怎么行呢 今天你得跟我们这里美人都喝一杯 该不会是姐夫不赏脸吧 我不悦 咒美 我们要是这个喝法 晚上还有精力洞房吗 我爸妈让他差不多得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姑姑 又忍不住了 不是 你们是看不起我们吗 将然 等你老公进了纪领的公司 以后还得靠他罩着呢 你现在不讨好他 要到什么时候才讨好他 此话一出 同桌的所有人都看向了姑姑 姑姑说 你们看我做什么 我这是为了他们着想 让他们把日子过好一点 他大概忘了 我爸早已把公司转到我名下 就算纪领的家事再不好 我们也没有到去求他们的地步 大伯母忍不住问他 你今天来这里参加的是谁的婚礼 你知道吗 姑姑不就是将然和他那穷鬼老公的 大伯母直翻白眼 我是问你 将然的老公叫什么 姑姑怎么可能回答出来 她说 我管他叫什么 知道他是将然的老公不就行了 与此同时 陈欣忽然朝不远处招手 老公寄临 我在这里 他的声音很大 惹得隔壁桌的人 纷纷看了过来 但陈欣根本没看到 旁人复杂的眼神 继续朝不远处招手 而陈欣的老公 在陈欣喊出 几零两个字的时候 下意识拐了个弯朝大门走去 陈欣好不容易逮住这样的场合 炫耀自己的身份 又怎么会轻易放过 于是他大步走过去 把他老公拉了回来 拉到了纪林的面前 诺 这就是我老公 回头你去纪家的公司找他 让他给你安排就行 纪林盯着面前矮一个头的男人 嗓音凉凉 你叫纪领 陈欣老公的头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这会儿听到纪领开口 他更是哆嗦了一下 不敢出声 陈欣不解 拍了拍他 老公 你怎么了这时 姑姑也凑了过来 是啊 你怎么不说话 这时 我妈再也忍不住 猛地拍了下桌子 怎么了 怎么了 这冒牌货遇到正主了 你说怎么了 姑姑和陈欣同时变了脸 大舅妈 大家都是亲戚 你怎么说话的呢 大伯母 亲戚早已不是了 跟你们这群贪慕虚荣 专门算计家人财产的人当亲戚 我骚得慌 我妈不刀 不仅如此 还不要脸地冒充我女婿纪礼 呸 什么东西 还看不起我们 我们需要你们这群人看得起吗 陈欣怒了 我们怎么就是冒牌货了 老公 告诉他们 你到底是谁 姑姑 是啊 他们不信你 你就跟他们证明自己的身份 不管他们怎么说 陈欣的老公都不说话 这边的动静吸引了隔壁桌南方的亲戚 有眼间地认出了陈欣他老公 又看到他和女方的亲戚在一起 不由地问了句 知情人解释说 这是新娘子的表妹夫 她可是纪家的太子爷呢 那人一愣 随即像看傻子一样 看他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今天的新郎才是太子爷纪领 而你口中 那个是纪领家司机的儿子 陈欣第一时间否认 怎么可能 我明明去过纪家 而且里面的庸人 也都喊我少奶奶 我悠悠开口 那是因为别墅是租的 里面的庸人是请的你老公 为了让你死心塌地地相信他 所以花钱请人演了一场戏 姑姑由于过于震惊而呆住了 陈欣看着他老公 眼底有几分不确定 却还是说道 不可能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他又为什么要骗我 我冷笑 当然是想牢牢地留住你 然后等你占有了两个舅舅家的财产 你就是知道真相要离婚 他也能分走你大半的财产 可他们千算万算 没算到陈欣会到处炫富 因为炫富得罪了两个舅舅 从而跟舅舅家断绝关系 被戳穿了身份 陈欣老公待不下去了 他甩开陈欣的手 就往外跑 陈欣第一时间追了出去 姑姑一家也跟着跑了出去 我跟陈欣对视一眼 慢悠悠地跟了过去 大门口 陈欣拉着他老公不让他走 甚至还抱了一丝希望 也许是没办法再装下去了 他承认是自己冒充陈欣 陈欣不敢相信 他指着路边的麦巴赫 那这辆车呢 我让人查过 说是这辆车就是冀家太子爷的 他老公还没开口 几邻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地传来 不是说我的车被撞坏了 那这里停着的又是什么 人群中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 白着脸走到冀里面前 少爷冀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在冀家工作了那么久 应该知道我们的底线 中年男人面如土色 但是还是说道 您放心 我这就回去辞职 几邻点了点头 却看向司机的儿子 对方浑身抑制不住地在发抖 但记里什么都没说 牵着我回了宴会厅 后来听说 姑姑在宴会厅门口 把陈欣她老公骂得狗血淋头 甚至还扬言要跟陈欣断绝母女关系 陈欣觉得自己被骗婚 死活要离婚 谁知怀孕了 她老公一家求着她把孩子生下来 陈欣愿意留下来 但有条件不能降低她的生活水平 她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生活 她老公工资不够她花 偷偷跑去借高利贷 结果因为借了高利贷还不上 被人打到半身不遂 陈欣见生活没了盼头 一声不吭 打了胎跑了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我不禁感慨 虚荣心害死人 继琳从被窝里爬出来 眼尾带红 不管你多虚荣 我都能满足你的虚荣心 我没好气拍了拍她 我不虚荣 我只是好色 继琳顿时有了危机感 那等我老了 没了腹肌 你会不会不要我附上她那线条流畅 让人血脉喷张的肌肉 那你可要坚持锻炼 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好的老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周末我多炒了两个菜 还熬了一大盆排骨 汤里加了山药 玉米和藕 看起来让人很有食欲 也营养满满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婆婆的电话 妈 你到家里来吃午饭吧 周末你的孙子回来了 大家也能聚一聚 婆婆却在电话里推辞欲文 还是不要麻烦了 我就在厂里吃点就行了 今天我的活迹太多 要加班加点地干呀 我忍不住埋怨她道 妈 钱是挣得完的吗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你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应该补充营养了 天天吃咸菜下馒头 怎么能行呢 我已经做好了你的饭 你还是快过来吃吧 婆婆就在我家一里外的服装厂打零工 她每天从早上七点过 一直要干到晚上九点 四人的工厂不包吃 婆婆就买了咸菜和馒头 到餐点就吃这些 我一直很担心婆婆的身体能不能熬得住 婆婆听到我命令的口气终于软了下来 弱弱地答应下来 中午时分 婆婆踩着点来到她儿子家里 我将饭菜都端上桌 先给婆婆舀了大半碗排骨汤 说 妈 我让你搬到我们家里来住 每天在家里吃饭 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啊 婆婆笑笑说 我住在厂里能多干些活 你们两口子也要上班 大家都忙 何必来给你们增加麻烦呢 婆婆飞速地喝了汤 吃了两碗饭 就准备又回去上班了 我拉住她 没好气地劝导说 妈 你先谢谢吧 刚吃了饭 也不能剧烈运动 你也太拼了吧 婆婆不好意思地说 我在厂里习惯了 吃完饭就摸着事情做 能多挣一点算一点 我说 妈 你还是不要去工厂里做了 天天加班对身体也不好 我去帮你问问 找一个保洁的工作做 你看怎么样 婆婆摇摇头 说那些打扫卫生的活 虽然轻松点 可工资太低了 每个月才一千多 我不去 我在厂里肯定能多挣点 婆婆将嘴凑到我耳边 神秘兮兮地说 上个月我挣了五千四百块钱 这都是做保洁工作的三倍了 我还是情愿在工厂干 我看到婆婆自信满满的样子 也颇受感动 婆婆真是一位勤劳的老人 比起她的干劲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说实话我自愧不如 我赶忙拿了一个塑料袋 给婆婆装了苹果 香蕉和七八盒牛奶 让她提到厂里 饿的时候能家家餐也好 婆婆却连连推辞 说 这些你都给孩子留着吧 她长身体的时候正需要 现在买这些水果牛奶老贵了 我都老了 还吃什么牛奶呢 我知道 婆婆自己舍不得买水果吃 硬将袋子递给婆婆 装着生气的样子说 你必须拿走 不拿走就不准去上班 知道不? 婆婆也知道我执拗的脾气 她不拿走 还真脱不了身 只好接过沉甸甸的一大袋水果和牛奶 匆匆跟我和孩子告辞就去上班了 我望着婆婆匆匆忙忙的背影 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我和老公周伟斌是大学里的同学 周伟斌老家在农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比他小五岁 公公在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 婆婆为了供两个儿子读书 就跑到城里打零工 几乎什么活都干过 餐厅里 工地上 后来才到服装厂里 他一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 要养大两个儿子 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结婚的时候 想到婆婆的不容易 因此并没有要彩礼钱 房子也是我娘家父母 帮着凑的首付 周伟斌的弟弟学习成绩不错 考上了浙江的一所大学 学费和生活费都不低 我和丈夫就为小叔子 承担了大部分的学习费用 婆婆见人就夸我 我儿子真是有福气 娶了一个如此贤惠的好儿媳 别人家为了娶儿媳妇 父母都被折腾地掏空了家底 我的儿媳还要帮着供小叔子上学 真是太难得了 我对婆婆说 我嫁给伟宾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当然就要帮你分担一些 如果把你累定了 还不是我们小辈的责任吗 和婆婆相处的时间久了 看到她对儿子们无怨无悔地付出 对我也当亲闺女一般对待 我也在无形中 将她视为了自己的母亲一样 后来小叔子大学毕业 去了广州上班 婆家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 我就劝婆婆不要再这么辛苦了 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做做也行 可是婆婆说 你小叔子还没有结婚 你们也还在还房贷 妈现在身体还硬朗 能帮持你们一点是一点 真让我闲下来 妈心里也不安啊 小叔子工作了三年后 找了一个外省的女朋友 可这个姑娘就没有欲闻善解人意 她非要二十六万的彩礼钱 不然就不结婚 这可把婆婆急坏了 婆婆一直打工 又省吃俭用 虽然也存了些钱 但距离彩礼钱还是差了一长节 小叔子其实也挺能干 在外贸公司上班 自己已经挣了房子的首付款 但结婚的花销太多了 她工作的时间短 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 老公对我说 我们也要还房贷 拿不出多少钱来 我们资助弟弟三万块钱 再帮他借五万 和母亲一起给他凑二十六万的彩礼钱 你看行吗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以后是你弟弟来还这五万 还是由我们来承担 老公说 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 让一个儿媳妇帮着来承担小叔子的结婚费用 以后弟弟会还的 他如果不还 我妈也会管的 我只是不想看到母亲为弟弟的婚事愁得茶饭不思 一想到婆婆一个女人家为儿子的事情胶着不安的样子 我的心也就软了 就同意帮着婆婆给小叔子凑彩礼钱 小叔子顺利结婚后 婆婆安顿好了两个儿子的结婚大事 本来也应该宽心了 可她一点都不愿歇着 还自己应聘到服装厂做杂工 想多挣些工资 一年后 婆婆就将周伟宾帮着借的五万元钱还了 我也真佩服婆婆有如此能耐 就靠着在厂里捡线头 穿裤腰 订扣子 让我每个月七千多元的工资 一年也存不下五万块钱 当然 婆婆比节俭 我们是谁都比不上的 谁能像她那样 从不去餐馆 两个馒头 就是一顿饭 婆婆还玩小叔子结婚 欠下的账后 也开始攒钱了 到月底的时候 她就两千或三千递到我们家来送钱 婆婆说这是补偿我的彩礼钱 小儿媳有了 大儿媳也该拿点 是她的心意 她会每个月帮我攒 我看到婆婆挣点钱熬 更守夜加班加点的 比我做得活累多了 所以不好意思收 每次都拒绝 让她来家里吃饭就行了 不要送礼是时间久了 婆婆就不好意思来登门 每一次都是我打了无数电话 她才肯来一次 年前的时候 我娘家父亲突然不舒服 在县医院检查后 医生说我父亲心脏有大问题 可把我母亲吓坏了 赶忙联系我回去 我们一起把父亲送到了省里的医院 父亲的心脏病比较严重 需要做搭桥手术 手术费加上后面的康复治疗 至少是在十五万元以上 父母因为帮我买房子 他们手上的存款也只有几万元 我和老公东拼西凑 也只给父亲凑到十万元的医疗费 那段时间我几乎愁得茶饭不思 恨不得去卖血为父亲抓钱了 这时婆婆找上门来 还背着一个帆布鞋敲开我的门 就问玉文啊 我听伟宾说 亲家公得了很严重的病 是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心里突然觉得很害怕 很委屈 想寻求安慰 忍不住对婆婆说 妈 我真怕我爸有什么事 婆婆拍拍我的手背说 现在医疗手段那么发达 你爸一定会没事的 他放下鼓鼓的帆布包 从里面拿出两大桶骆驼奶粉 对我说 玉文啊 这是我在药房买的 他们说这是真品 病人吃了有营养 你帮我送给亲家公补补身体吧 我说 妈 谢谢你的心意 我会带送给我爸的 这时 婆婆又从帆布包里 拿出一个塑料袋 里面用几层纸包了个东西 她打开来递给我说 这是我的工资卡 里面存了八万块钱 玉文 这次你一定要收下 你爸治病要紧啊 我摸着手心里上 有温度的银行卡 心里百感焦急 差点要给婆婆跪下了 婆婆一把扶住了我妈 我知道这是你好不容易才攒下的钱 我收不下手 我的泪不由自主地滚了出来 玉文啊 亲家是仁义的人 他们教育的女儿也有情有义 婆家一直没有给过你什么 现在你娘家遇到了事情 能帮上你们一点忙 我也很欣慰啊 婆婆说我抱住婆婆 各种思绪涌上心头 忍不住泪如雨下 婆婆说 好了 玉文 你快把钱拿去 给你爸治病吧 我还要去上班呢 我这是抽空出来的 婆婆说完 便捡起已经空瘪的帆布袋 向我挤出一个笑来 说 别流泪了 你爸会好好的 我们这一代人 什么都经历过 铁打的身子 别担心 快去陪你爸 婆婆转过身 就迅速下楼走远了 我拽着手里的银行卡 感觉异常地沉重 为父亲凑足医疗费后 我们全家都等在医院里 陪着父亲度过那生死一线的手术过程 父亲终于转微微安了 我和母亲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在父亲的康复期 婆婆一直没有到医院看望过我父亲 她很忙 忙到恨不得一分钟掰开胃两分钟用 但我一点都不怪婆婆 她不是不懂礼节 而是把礼节放在了心里 用更深层次的礼貌和情谊 无私地回报着她 尊重和爱的人 只会干活加班 没有客套话 不说儿媳是非 甚至不愿来儿媳家串门 你家有这样可爱又可敬的婆婆吗 欢迎朋友们留言讨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的好人爸爸 我爸爸是个英雄 他救过很多人 有一次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 女孩的妈妈很感激他 所以常常来我家 爸爸说他们孤儿寡母的 太可怜了 所以跟妈妈离婚 带着他们去了外地生活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再次相见是在医院 他说他得了尿毒症 希望我能够将肾捐给他 我低下头 看着自己洗到 发白破洞的帆布鞋 往后挪了两步 似乎这样 就能够将他们藏起来 除去医院的消毒水外 我只能闻见一股淡淡的清香 陈巧梅还是那样优雅 虽然眼圈有些发红 可在看见我时 还是微微一笑 说道 江河 这是你妹妹江月彤 嗯 我的态度让江乐彤有些不满 她不情不愿地跟我打了招呼 被她妈妈逼着 坐在了我的身旁 陈巧梅讨好的递给我一瓶水 又打开问道 你上大级了 在哪里上学呀 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了 你妈妈呢 你这次过来她知道吗 她犹犹豫豫地问出这句话 那瓶水就这样直直地横在我的眼前 似乎我不接就是天大的罪过一样 她死了 自杀 我爸走后不久 她就自杀了 她像只鸟一样 从楼顶飞下 坠落在我的面前 她问我 这样爸爸是不是就能够回来看我们了 那天的场景已经刻进了我的脑子中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你够了 你白脸色 跟谁看呢 江月彤抢过那瓶水 手上的银镯子随着她的动作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我妈已经够低声下气了 你还想怎么样 需要你救的不是我 也不是我妈 是我爸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至于这样吗 她愤愤不平 抱着手靠在医院的墙壁上 下一秒却又因为弄脏衣服 仇恨着望着我 陈巧梅声音有些哽咽 握住我的手说道 陈和 我知道是你爸爸亏欠了你 可他毕竟是你爸爸呀 他的手掌十分柔软 皮肤也十分白皙 两颗小巧的珍珠点缀在耳朵夹上 趁得他更加楚楚可怜 地面瓷砖反射出模糊的倒影 就连分割线都似乎在说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爸呢 他在哪里 我忍住鼻头的酸楚问出这句话 他却好似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转忧为喜 将我带到一间病房前 说道 他就在里面 你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弄 你跟你爸好好聊聊 他将我推进房间 然后把门重重关上 好像不这样我就会夺门而出一样 病床上躺着一个消瘦的男人 看见我有些惊讶 想要下床 却因为还在挂水 只能作罢 我的嘴巴动了动 嗓子却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 爸 我发不出任何声音 茫然地坐在他的床前 这一天 我想了很久 我也以为我会痛苦 会将这些年的苦楚全部发泄出来 可我只有沉默 你吃饭了吗? 他问我 我不饿 你怎么来了? 他的话里有些尴尬 眼神中都写满了 没话找话 知道我考上大学却没有去后 象征性地骂了几句 又闭上嘴巴 你这些年过得还好 挺好的 这间病房很贵 这是单间 病房中不仅有独立卫浴 甚至还有沙发 柜子上摆满了果栏跟鲜花 我妈在医院待了一天才死 办理出院手续时 那张昂贵的单子压得我几乎喘不过起来 我用铅笔在课本上一次又一次地计算 希望葬礼收回的人情可以补上医院的钱 希望爸爸能够回来再看一眼妈妈 还好 不是很贵 他的眼里有些厌恶 可能是我的试快语没有见过世面的模样 让他觉得有些丢脸 他清了清嗓子 让我以后不要把手缩进袖子里 在大城市没有人会这样做 多年未见 我们早就成了陌生人 我望着地板发呆 他拿起手机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脸上满是笑容 过了一会突然问我 你见过妹妹了吧 嗯 女孩子家的 说话硬气一点 别像蚊子哼一样 你看妹妹说话多大声 这样谁都不敢欺负她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 她也继续看着手机 然后把手机递到我的面前说道 小月上的是好大学 刚进学校就当上了班长 从小她就学习好 初中的时候就能跟外国人交流了 她的眼里全是骄傲跟喜悦 恨不得把江乐彤夸出花来 期待着我也能够一起喜欢她这个优秀的女儿 爸爸 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江乐彤推门而入 手里拎着保温筒 看见我时翻了个白眼 冷哼一声 从一旁拉了个椅子坐下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你必须全部吃完啊 你亲手做的 我可不敢吃 我爸放下手机 宠溺地笑着 指着果然说 里面有江乐彤爱吃的葡萄 让她等会儿带回家里去 你有什么想吃的你也拿点回去 对了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要是没有地方住 就回家去住吧 我爸后知后觉地问起我 江乐彤却有些不满 将保温筒盖上 冲我爸说道 你不许吃我的东西了 那是我家 又不是他家 凭什么让他住进去 我妈都还没同意呢 不用了 我在火车站旁的小宾馆 开了个房间 那里比较便宜 这还差不多 我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给他住 江乐彤对我抱着很大的敌意 刻意叫着爸爸 又说起他们一家的去世 两人都乐在其中 只有我不是滋味 酸楚与自卑夹杂在一起 组成了怨恨与仇视 可这一切我只能够用沉默表达出来 多年的独自生活让我变得谨慎而又自卑 根本不敢多说一句话 你什么时候回宾馆呀 我爸拿出钱包 从里面抽了几张递给我 现在就回去了 那几张钱 如同那瓶水一样 横在我的眼前 江乐彤把钱抢过去 一把塞进我的怀里 我爸给你 你就拿着 别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了 爸 我送他出去 江乐彤将我推出去 毫不客气地指着走廊说道 走吧 别指望我真的会去送你 他对你很好 我问江乐彤 他愣了愣 炫耀般地说道 那是当然了 我爸可疼我们了 我妈不喜欢你们 我爸就把你们丢得干干净净 你这次过来 我们也不会亏待你 给你二十万 买你一个肾 已经够多了 别想着装可怜 要更多东西 我爸妈都是好人 可能会信你的话 多给你点 我可不一样 我没有那么好说话 他就站在门口 说话的声音很大 可病房内却始终安安静静 我忍不住笑出声 他面子上挂不住 问我 你笑什么 你觉得我的话很可笑吗 我在笑你快没爸爸了 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穿过狭长的走廊 我才到了自己的房间 屋子很小 洗漱的地方就在床边 我刚躺下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陈巧梅发出来的 内容是想加我的微信 也许是看我很久没有回复 又说想请我吃饭 地点定在某饭店 我摸了摸自己的腰部 那里是肾脏的地方 所有人都告诉我 人只需要一颗肾 就可以很好的生活下去 更何况 那人还是我的亲生父亲 可对我来说 父亲这两个字实在太过陌生 到我的脑子里 只有模糊的概念 而没有具体的人物在 他还没有跟妈妈离婚前 我也很少见到他 他是远近闻名的热心人 是英雄 无论谁有事 他都会帮忙 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 我却很害怕他 我害怕他的冷漠与怒骂 害怕达不到他的要求 侮辱他英雄的身份 害怕他每晚醉熏熏地回家 在客厅呕吐 妈妈沉默地替他收拾 他为了跟妈妈离婚 带着陈巧梅在家门口跪了三天 祈求我们放过他 成全他 说这对母女实在太过可怜 如果自己不帮他们 他们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眼泪不自觉地流出 我将头埋进被子 才敢嚎哭出声 巨大的无力感 让我只能够用肉体上的痛苦来缓解 我在手上咬出一个又一个牙印 疯狂地垂打枕头 而就在这些声音的间隙之中 传来敲门的声音 有人在吗? 我用嘶哑的声音回复道 有 你找谁? 江河 我找江河 那个好听的声音顿了顿就没了声音 应该是在等我开门 我快速洗了把脸裁 将门打开 外面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男人 手里提着一个果篮 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 尴尬地笑了笑 又摸摸脑袋 才说道 是江叔叫我来的 我去医院看他 他让我送个果篮来给你吃 对了 你缺啥就跟我说 我给你送过来 他一进房间就四处打亮着 表情有些震惊 你一个女生住在这里安全吗? 这里便宜 我让他就坐在床上 这里没有椅子 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床上 看着果篮发呆 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只能够开口说道 我都不知道 江叔还有个这么大的女儿 如果不是这病 他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想起我 那个江叔说江月彤是小孩子脾气 是怕自己的宠爱被分走 所以才会那样偏激 希望你这个做姐姐的不要太在意 他一口气说完这句话 如是重负般站起来用 便兼职写下了自己的电话 上面这个电话是江叔的 下面这个是我的 我叫叶英 你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我是个孤儿 是江叔把我养大的 所以你不用怕麻烦我 他说完就往外面走去 看见我站在原地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吗 没有 我在想我爸爸真是个大好人 我冷漠地说出这句话 走过去江门河上 在江要关闭的那一秒 叶英用手挡住 凑近来个脑袋问我 你真的决定捐肾了吗 这重要吗 我自嘲道 他左右看了一眼 警惕地说道 我怕你不知道捐肾的后果 所以我才问问 不过你跟江叔一样 都很善良 他话还没有说完 我就把门重重合上 瘫坐在地 这些年来 我不是没有幻想过 幻想有一天我的英雄爸爸 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 告诉我 我以后再也不用这样辛苦 可事实上 他宁愿收养一个孤儿 也不愿意回去看我一眼 往后的几天 我就待在这个小房间内没有出去 叶英每天都会来一次 在门口敲门叫喊几声 放下他送来的东西就离开 江月彤一刚开始发短信 还趾高气扬 高高在上要求我去医院 最后也变成祈求 他甚至将全家福 与自己的成绩发给我 来证明他们是多么完美的一家 如果我不救 我不仅是个不孝子 还破坏了一个美好的家庭 看着那些幼稚的话语 我都够想象出 他是怎样千娇万宠地长大 跟我完全相反地长大 那些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子中回旋 最后与妈妈葬礼上那口黑漆漆的大棺材重叠在一起 我犹豫再三 还是打通了我爸的电话 喂 我是江和 是你 你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 我爸不冷不淡地说道 爸 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事吗 那是你第一次答应带我去游乐园 我可高兴了 一夜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还换上了新衣服 当然记得了 我就是在那里遇见的你 陈阿姨 她说起这件事情 话里有了笑意 那天我们刚进游乐园 她救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 然后将她带到了医院 我在门口等了很久很久 她都没有回来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只能够等到游乐园关门 等到警察将我送回家 你再带我去一次游乐园吧 这次只有我们俩 那头久久地沉默之后 终于传来一个好字 时间定在第二天 我像小时候一样睡不着 将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找出来 赖在身旁 第二天看见她时 她被江月彤搀扶着 陈巧梅与叶英跟在她的身后 爸爸都病成这样了 你还有心情让她陪你逛游乐园 江月彤很不满 嘟囔着嘴巴 没事 我还有力气 我爸咳嗽几声 直直地朝游乐园中走去 似乎在埋怨我的任性 旋转木马 鬼屋 海盗船 我玩了所有想玩的项目 最后 我指着摩天轮说道 我们上去坐坐吧 狭小的空间拉近我们的距离 她问我 你今天开心吗 我点点头 她说 你妈是个要强的女人 我以为她会把你养得很好 所有这么多年才对你不管不顾 其实我心里一直记挂着你 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 所以我对你要求才高了些 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跟你妹妹不一样 你比她大 也比她懂事 吃得苦多 以后得多照顾她 有什么不一样 是因为我没爸 没吗 她被我的话塞住 只能说当时离婚不止她的原因 然后又说道 你让爸爸活下去 爸爸以后加倍补偿给你 好吗 我冷笑一声 就在摩天轮上升的短短时间之内 她也总是提起江月彤 让我多多照顾她 可我要怎么活下去呢 是你亲手杀死了我 也害死了妈妈 我望着窗外 从这里可以窥见这座城市的繁华 你让他们母女 去我妈坟前跪三天三夜 你再跟陈巧梅离婚 将全部财产送给我 我就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妈妈自杀前的一个星期 一直在问我 你为什么要离开 为什么要以那种方式离开 你走之后 我们成了南城的笑柄 你是远近闻名的大好人 所以他们都说 妈妈很坏 是妈妈逼你走的 从八岁开始 我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当年的游乐园 我幻想着 有一天你能够突然出现 告诉这一切都是噩梦 可是你没有爸爸 这些年你真的有想起我吗? 午夜梦回之时 你有看见妈妈站在你的床头吗? 我看着她说出这段话 她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嘴唇微微颤抖 像是要说些什么 却始终都没有说出 眼神复杂地望着我 我 我是你爸爸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她握紧拳头 愤怒的表情从她脸上浮出 摩天轮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她皱起的眉头又放下 以一种祈求的语气卑微地说道 离婚是我跟你妈的事情 可我始终是你的爸爸 只是一个肾而已 许多人一个肾 还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 更何况 爸爸真的会好好补偿你 你不要再任性了 这样吧 我让你沉衣回老家 把你妈的坟地好好修修 好吗 我妈的坟头很小 我没钱替她用水泥筑墙 只能够趁着放学捡石头 一块一块将土块垒起 跟其他人比起来 她的那块地儿 就像是从旧社会穿越而来 连花圈都没有几只 我不怪你 可这些年来 我受了太过苦 你是我爸爸 我就你是应该的 可是我缓缓开口 我的最后一丝清情 泯霉在她那恶心的话中 如果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怕是会直接掐死我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带我去医院做肾脏移植 可是什么 你快说呀 我能办到 一定会办到的 她的眼睛瞬间变得明亮 连背都不再勾搂 整个人高了半个脑袋 恨不得亲自拿刀刨开我的肚子 我一个女孩子住在火车站附近 总归不太方便的 而且我带来的钱也没有多少了 我能住在你家吗 她听完有些控制不住表情 想要笑 却还得维持她可笑的形象 只能够干咳几声 拍拍我的肩膀说道 这肯定没有问题呀 那也是你家 可是我怕姜月彤不许我 她敢 我爸瞪着眼睛 模样凶狠 真有几分当年酒后发脾气的模样 从摩天轮下去时 陈巧梅三人担忧着看着我们走下来 完全不避讳我在 直接走上前 焦急地问我爸怎么样了 我爸拍拍他的手 点点头 她高兴地眼泪几乎都快出来 可下一秒又变了脸色 姜和 住在外面不安全 让她回家住不可以 凭什么让她住进去 爸 你是我爸 又不是他爸 姜月彤甩开夜鹰的手 冲我吼着 想要将我拉开 远离他们妇女 她不明白为什么给亲爸捐个神我这么多要求 不明白我爸当初明明说好 只疼爱她一个人 现在又让我搬进家里 为什么她的爸爸如此善良 我却这么恶毒 我低着头 挤出几滴眼泪 看着不远处的旋转木马说道 妹妹不愿意就算了 我从小到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跟爸爸在游乐园里玩一次 现在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爸 我先回南城吧 等可以做手术的时候我再来 剩下的日子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不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任何问题 我的话让几人都有些沉默 陈巧没看见我爸的脸色不对 急忙说道 你说什么呢 快跟姐姐道歉 我不 我讨厌她 她是个坏人 江月彤的话刚说出口 就被陈巧没扇了一耳光 如果不是叶英拦着 她恐怕会直接哭着离开 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宾馆收拾房间 然后按照地址找到了江家 进去就当这是自己家 不是 这本来就是你家 陈巧没接过我的包裹 把它放在地上 向我介绍着房间 听得出来 她对这个富丽堂皇的家很是满意 哪怕是现在这种情况 话中都带了一丝骄傲 我想睡在这个房间 可以吗 我指着江月彤的房间说道 我怕黑 这里有夜灯 而且装修也是我喜欢的风格 你将乐彤话未说出口 就被夜鹰拉住 然后跟受了莫大的屈辱一样 红着眼睛同意 扭身就哭出声 看起来可怜极了 我想休息会儿 吃饭的时候 你们叫我 我将门关上 还能够隐隐约约听见江乐彤抱怨我太过嚣张的声音 望着眼前这个温馨的小空间 我想起以前总爱去爸妈的房间 用椅子搭出小城堡 那时我就在想 我以后的房间会怎么样 装满可爱的洋娃娃 还是爱看的绘本 可现实却只有堆满的纸壳 与工厂老板可怜我 让我带回家做的手工 到饭点时 敲门声响起 江月彤在外面不情不愿地喊着我吃饭 开门后却惊呼出声 那是我的娃娃 你碰她干嘛 拿起来看看而已 你不喜欢我不碰了 我将娃娃扔在地上 她心疼走进来 眼睛都在眼眶里打转 我的东西你一样都不能碰 没有任何防备 我扇了她一耳光 很响亮的一个耳光 响亮到楼下都能够听见 可跟那天在病房外一样 没有人上楼 楼下的人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你打我 你凭什么打我 不凭什么 做姐姐的教训妹妹不是很正常吗 她这种受尽宠爱的小公主 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对待 一天之内被打了两次 你妈不是说了吗 我们俩是亲姐妹 我要去告诉我爸 让他把你赶出去 你觉得他会吗 或者说他赶吗 这么大的动静 你真以为他们听不见吗 他们有任何一个人上来吗 只是这次被放弃的 是你罢了 我在心中嘲讽到 饭桌上除了江月彤 其余人都是笑容满面 他能够感受到桌上那股暗流涌动 看了一眼给我夹菜的夜莺 摸了摸红肿的脸 朝着我爸的方向撒娇道 爸 我快开学了 这次回学校 估计我就是学生会部长了 我可是唯一的大二部长 他手中拿着的碗 上面画了一个可爱的卡通小儿 旁边写着女儿的碗四个字 我爸听完十分高兴 刚想说出奖励他出去旅游 发现我在身边 却又闭嘴 等到饭后 他把江乐彤悄悄叫到一边 然后厨房中就传来了摔碗的声音 垃圾桶中多了三个破碗 陈阿姨 你跟我爸的感情真好 一点都不像是半路夫妻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然后从包中掏出一张一下 爸 我那把我妈的遗像挂在家里吗 我离开南城这么久 我怕他没人供奉 就带着他了 你也知道 江家那些长辈觉得 是他逼你离婚 看好的坟地都没让他进 他死得又那么惨 整个身子都碎了 血流了一地 昨天晚上 他还给我托梦呢 他站在门口 怎么也进不来 说自己好饿 可他还是说 让我救你 陈巧梅被我的话惊呼出声 急忙换了一个位置 远离门口 捂着胸口说道 都什么年代了 还信托梦这个说法 你当初跪在我家门口 求我妈离婚的时候 不也是跟其他人说是 江家的祖先托梦 才让我爸救了你们 因为只有你才能够忘我爸 我们都是累赘嘛 小城市中的风言风语 传得格外快 哪怕是这样的鬼话 却总有人去验证它 并进行更加离谱的传播 克服命薄天生下剑哑 我爸带着我家所有的积蓄 离开南城后迅速发家 更加让我跟我妈的处境艰难 可现在除了我 几乎没有人记得了我爸的命 现在捏在我的手里 我要让他们像我妈一样 越来越崩溃 越来越绝望 最后家破人亡 陈巧梅与我爸的结婚照被取下 看见我将遗照挂上去的那一刻 陈巧梅控制不住地颤抖 深呼吸 尽力压制住自己的火气 对我爸说道 老江 你也该回医院了 我开车送你吧 门被重重地关上 我心情大好 坐在沙发上 打开电视 哼起了歌 随手拿起一个苹果 却发现一直没有说话的叶英正看着你 要吗 他摇摇头 上楼 出奇的是 他并没有在姜乐彤的房间前停留 也没有敲门安慰 静止走回了自己的屋子 电视中正播着科教片 我看了整整一夜 我从来没有这样放松过 甚至放松到直接在沙发上睡觉 醒来时将月彤症忧怨地坐在一旁 你给我爸妈灌了什么迷魂药 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的 昨天为了你差点打起来 我妈眼睛都哭肿了 那是我妈 她让你住进来 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你对她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吗 把那个死人的照片放我家里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生了个懒叫 是吗 眼睛都哭肿了 我妈离婚时也流了很多泪 十七年来 我也流了很多泪 可现在我再也哭不出来了 我的泪早就已经流干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只会笑着 看他们一个个都是怎样的下场 我站起身 居高临下望着江月彤 嘲讽道 你真是个蠢货 被父母宠得连脑子都没有了 这个世界不是围绕着你而转的 你真以为你的家庭那么幸福美满吗 你的妈妈优雅高贵又温柔 你的爸爸虽然不是亲生的 可对你依旧很好 那只是你的错觉罢了 你只不过是他们一个可以炫耀的玩具 一旦你做出任何不符合他们期望的事情 你觉得他们还会那么爱你吗 我早就把江乐彤的性格摸得透透的 他这种人将父母的宠爱当作炫耀的资本 自诩受过良好教育 家庭和睦 开瓶奶还得撅着嘴巴问父母 可不可以喝得大号巨婴 一旦有人戳破 他那粉红泡泡便会不知所措 我不会再听你教唆的 你不想知道你亲生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吗 我轻轻说出这句话 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难看 我可是在南城听说了很多传言 你妈当年的故事挺精彩的 对了 你亲爸也是自杀死的 陈巧梅的前夫是个小学老师 在跟她的一次争吵中 绝望中跳水自尽 当年江月彤之所以落水 也是因为年幼不懂事 想要去水里找爸爸 所以才掉了下去 我安住要起身的他 你最好老实点 别在我面前耍你的大小姐脾气 那是我亲爸 你觉得现在是我重要还是你重要 他摊坐在沙发上 我笑了笑 指着我妈的一项说道 现在该道歉的人是你 江月彤也许是听进去了我的话 往后的一段日子都十分老实 只不过总是低着头不怎么说话 一个人呆呆的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陈巧梅为了哄我早日签字 对我十分关心 一会儿带着我去买新衣服 一会儿带着我逛商场 就连江月彤开学都没有去送他 走之前 他趴在陈巧梅的肩头哭泣 说自己很害怕 几乎是夜夜做噩梦 梦见我妈的一向追着他们一家人跑 在家时 他连房门都不敢出 只要一到客厅 就会感到莫名地害怕 妈 我求你了 你陪我出去住好吗 当初他跟寝室的人闹矛盾 我爸就在外面给他租了一间房子 陈巧梅回头看了一眼正在上乡的我 小声地说道 妈妈过两天让夜莺去看你 你忍一忍 我是你亲女儿 她又不是我亲爸 我都要崩溃了 妈 自从她来了之后 对我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闭嘴 陈巧梅急忙将门关上 我把小月送上车就上来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夜莺把我手中的香打翻在地 她只是一个小孩子罢了 以前你做什么 我们都忍着 因为江叔跟陈怡 确实对不起你 可你现在真的太过分了 我什么也没有做呀 我只是每天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而已 我的表情很是无辜 我要做的已经做了 接下来只是等待而已 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 夜莺抓住我的手臂 想要拉着我去跟江乐彤道歉 这你手臂上是怎么回事 我的手臂布满了纵横交错的伤痕 有些已经增生突起 看起来格外丑陋 隔着衣服都能够摸到硬硬的一块 这全是拜我爸所赐 他是好人 他认识很多好兄弟 还大发慈悲 给我们留了一套房子 他们都说要照顾我们 可谁都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为了拿到房子 一个老光棍到处宣扬 说他是我爸的好兄弟 已经问过我爸 同意婚后将房子过户 他等在我的校门口 守在门外 那年我刚高考完 流言蜚语与对未来的绝望 让我做出了跟我妈一样的选择 不幸的是我活下来了 跟你没关系 我看得出来 叶英对他们两人充满了尊重 但对我也有着同情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一而再 再而三地保持沉默 讲书的病情已经恶化了 你每天都说要签字 你知不知道 这样很残忍 每天都要被生死煎熬 你就让他好过一点可以吗 他是我亲生父亲 我当然会让他好过了 你们等着吧 哪天把我哄开心了 兴许我就签字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一家人都快被你逼疯了 既然你这么好心 那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吧 我猜你肯定会同意的 什么要求 你不是跟江月彤感情挺好的吗 听说等他大学毕业 你们就要结婚 可是我也挺喜欢你的 而且那么大的手术 后续总得有人照顾 不是吗 我看着他说出这段话 他的表情像是要把我生吞活泼 可是却不敢有任何异样 怎么这点小事都不愿意 那你们不用要求我什么了 我转身要回房间 他叫住我 脸上充满了屈辱 说自己会再好好考虑 听着楼下的动静 我就知道陈巧梅已经回来 叶英跟他交谈了几句 他怒气冲冲地上楼 却在我的门前停留 五分钟过去 他没有敲门 我突然打开门 陈巧梅吓得尖叫 捂着胸口说道 江河 我是上来问你想吃些什么的 随便做点什么吧 海鲜就挺不错的 我看冰箱冻了挺多的 我也刚去了一趟海边 他擦了擦控制不住流出的泪水说道 好好就吃海鲜吧 只要你们达到我的要求 我就立马签字 你可是结婚事件大事 你们可以先订婚 对 订婚好 陈巧梅慌乱地说道 然后才猛地回过神 发现我正微笑地看着他 做贼心虚的他 直接后退几步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的想法 订婚而已 等做完手术 随时可以取消婚礼 不过巧了 我也没有结婚的意思 只是想要逼一逼他们罢了 江月彤周末回家时 脸色十分苍白 整个人都快站立不稳 嘴巴起皮 头发乱糟糟地不成样子 跟以前大小节的模样 是天壤之别 呆呆地看着我跟叶英婉在一起的手 以后你就得叫他姐夫了 我刻意亲密靠在叶英的肩上 他没有说话 呆呆地坐在一旁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时 他似乎在对我说 又似乎在对自己说 你还想怎么样 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几乎是咆哮的状态 我爸妈对你这么好 你就是这么对他们的女儿的 是你告诉别人的 告诉我 学校那些人说 我妈是小三 说她破坏别人的家庭 我告诉你 不怪别人 怪你妈自己 是他们没有感情了 我妈才出现的 她的眼睛心红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个疯子 我妈对你不好吗 当初陈巧梅可怜兮兮地带着她上门 我妈很可怜这对母女 不管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 先给她们送过去 江乐彤的功课跟不上 她就让陈巧梅每天送过来 让我给辅导作业 可谁都没有想到 我爸竟然借着作业跟陈巧梅传情 他说自己很想有个爸爸 他们每天像一家人一样出去游玩 在他们离开南城之后 江乐彤为了炫耀在我生日时 寄给我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还有一支录音笔 里面是他让我爸爸发誓 这辈子只有他一个女儿 让我爸爸说出 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不够优秀 不够漂亮 让我爸就当我死了 没有那段婚姻 也没有我这个女儿 你敢说你不知情吗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你都忘了吗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的 那些东西我还留着呢 你跟你妈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现在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我妈的骨穴之上 自从我来了这里 她每天夜里都会出现 因为这里本来该是她的家 她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 说我抢走她的房间 抢走她的爸妈 抢走她的未婚夫 现在还去学校里四处散播谣言 她冲过来死死掐住我的脖子 你死了 我爸照样能够活 是你把那些东西放在网上的 所有人都对我指着点点 我当不成部长了 你也得死 她越来越用力 却被赶来的陈巧梅拉开 我摸着脖子上的红肿 听着他们的争吵 我已经留下遗书 并且在公正处公正过 如果我发生任何意外死去 会有人将我的遗体立即火化 小和 你别生气乐童 她只是小孩子脾气 你别跟她计较 陈巧梅心疼地望着江月童 又催促着她跟我道歉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江月童没有在抗争 直接上了楼 小和 你就算不为我想 不为你妹妹想 也得为你爸爸想想呀 她现在就等着你救命呢 她死了你就没有爸爸了 好像是这样 不如这样吧 我明天去医院看她一趟 陈巧梅千恩万谢地点着头 一直在我耳边说着 我爸怎么样做好事 怎么是个好人 他们的感情多么融洽 可渐渐地 她的声音小了起来 疑惑地看着二楼 怎么一直在放水 从江乐童上楼开始 放水的声音就没有停过 不仅如此 空气中还有着几丝血腥味 无论怎么叫喊 也不见她应声 陈巧梅哭嚎一声跑上楼 差点摔了个跟头 她抱着江月童的身体喊叫 说自己要离婚 自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江月童由于抢救急时 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身体有些虚弱 我推门而入 她不顾手上的针头 直接躲进被子里 叶英直接把我拦住 说道 你来干什么 来看看她 让她走 江月童的声音听起来很弱 我住在床上 隔着被子 感受着她身体的颤抖 流了那么多血 很痛吗 这跟你没有关系 你出去 叶英态度很强硬 我笑了笑 摸了摸江月童露在外面的头发 听说你爸妈要离婚了 她不是我爸 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滚出我们家 她死了是她的事情 你这个亲生女儿爱救不救 不要再折磨我们 江乐童发泄般拔掉针头 似乎又觉得不解气 用手疯狂捶打着墙壁来缓解内心的痛苦 我又不是她生的 我爸早就死了 叶英将她搂在怀里 她就捶打着叶英的胸口 我抱着手臂 这可是我的未婚夫啊 让她走 叶英 你让她走 出门时刚好遇见陈巧梅 她眼睛里全是恨意 你要挟不到我女儿了 我跟她爸已经决定离婚 她受的委屈全是为了我 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爸 现在你满意了 她把爸爸还给你了 小姑娘 你还小 不知道一个母亲 会为女儿做到什么地步 你再敢出现在我家月童面前 我就是批了这条命 也要弄死你 她的眼神中充满着狠力 我笑笑 没有说话 三楼很安静 偶尔会传来几声哭泣 很快又消失 我爸住在三楼走廊的尽头 我进去时 房间只开了个夜灯 他闭着眼睛 像句骷髅 爸 我来看你了 现在的她连愤怒都没有力气 你是来看我有没有死的吧 你妹妹都要被你逼死了 现在到我了 你错了 我是来签字的 这些年我一直记挂着你 我一直记得 她是怎样的绝情 怎么样的恶心 在外是人人称赞的大好人 可回家却对我跟妈妈爱答不理 每天除了喝酒就是睡觉 她说日子太过平淡 她就应该是个英雄 而不是每天听老婆做了什么菜 女儿考了多少分 所以当尘巧没出现 这个能满足她那侠客幻想的女人 她义无反顾地离开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我爸爸 她有些不敢相信 挣扎要坐起来 我将她扶起 又垫上枕头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送你一个礼物 江月彤的话 在这个狭小的房间中不断响起 我又不是她生的 我爸早就死了 听见了吗 这就是你养了这么多年的好女儿 从她的表情中 我终于嗅到一丝抱负的快感 她可是很希望你去死呢 我陈怡还这么年轻 等你死了 他们拿着你的财产 再找一个新爸爸 跟当年一样 那不是很好吗 你呀 真是个大善人 留了这么多钱 我爸呵斥我闭嘴 下一秒 自己又瘫软在床边的仪器 滴滴答答地响起来 他指着桌上的一份文件 有气无力地说道 签字 签字 我微笑着看着他 用口型说道 你们一家很快就团圆了 我爸没有留下遗嘱 可按照法律规定 他的遗产也有我的一份 陈巧梅如打发狗一样 给了我应得的那份 然后让我有多远滚多远 我把我妈的遗像从江家带走 看着新挂上去的那个男人 我简直快要笑出声 谁都不知道 在他火化那天 我悄悄换走了他的骨灰 往里倒了 带黑芝麻糊 一般人没见过骨灰长啥样 根本分不清 那潭子灰我也没有浪费 全部倒进了下水道 妈 我回来了 我将坟头上的草一点一点拔干净 在墓碑前放了一个小碗 往里倒了酒 你从不喝酒的 今天喝点就当时庆祝了 我把酒倒在地上 点上两根蜡烛 又拿出一张报纸点燃 妈 你终于可以安心了 报纸很快燃烧干净 我却闭着眼睛 都能够说出上面的内容 昔日美女笑花在家猝死 母亲崩溃之下选择跳楼 三口之家竟然绝户 这些字真美呀 我闭上眼睛 靠在妈妈的墓碑前 如同躺在妈妈怀里一般 那天晚上 是我第一次看这么大的电视 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了 某种致命军孤剧毒无解 可以致人死亡 并且是和猝死一样 无外部明显症状 不经过尸检 根本不可能发现 陈巧梅这么宝贝她的女儿 又怎么舍得让她猝死后动刀子呢 所以 我用我爸给的那几张钱 在一名渔民手中买下它 将它放进了江家的冰箱里 剩下我要做的 只剩下等待罢了 我等到了 妈妈也等到了 我等到你了 我等到你了 我等到你了